郭文貴議員 報告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 首先我們請將委員啟程質詢 請尋找時間為30分鐘 院長還有各位長官大家好 請院長主席先邀請我們行政院的賴院長 請賴院長 蔣委員你好 院長好 最近內閣有做一些改組 改組的原因當然絕對跟施政滿意度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蔡政府的施政滿意度 這是小英總統的民調 基本上今年1月2月做出來的民調幾乎都不及格 不滿意的都在5層6層甚至於更高 這個當然絕對是給現在的執政團隊很大的警惕 可是我們希望這個改組是有感的改組 我們如果以國安內閣的改組 這一次主要也是改國安內閣 其他好像行政院總統主導的內閣有改 其他內閣幾乎都沒有改對不對 院長 是 那你認為這樣的改組幅度夠嗎 是你什麼時候會再調整 蔣委員我跟你報告 就是說目前的行政委員的各部會首長 有些是專家 有些是學者 有些是過去曾經在政府擔任過職務 也有些是民意代表 可以說都學有專精 那我經過5、6個月的觀察 你覺得他們都很適任 他們不僅僅對業務選手 目前跨部會的橫向聯繫也沒有問題 那蔣委員應該也知道 我帶領部會首長一個縣市一個縣市去解決問題 我知道 那我發現其實這是一支可以做事的隊伍 好 所以你還是有信心 我認為未來會更好 沒有關係 因為基本上你是院長 我們尊重你 是 謝謝 因為不管怎麼樣 你最後是一肩扛起 那當然 可是呢 這個國安內閣的改組其實在本期看來 我覺得有改跟沒改一樣 因為這就大風吹而已 對不對 接任外交部長的是總統秘書長 然後這一個原來的部長去接國安會秘書長 然後原來的國安會來接國防部 其實他們三個是大風吹 唯一增加的一個叫陳明通 主委 那這個是國安團隊 那他們其實平常就在開國安會議 國安會也是他們幾個在一起開的 那現在只是換個位置 所以這樣子的國安團隊 會因為換位置換腦袋嗎 那很難 教委也是這樣 他們說對行政院的相關部會 除了我剛剛跟你報告的這一切以外 我們也是用目標來領導 用目標來領導 但是目標是在指定 然後完成這個目標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其實這些目標啦 手段啦 做法都跟人有關 所以當其實大家期待的改組啊 可能是期待說 有不一樣的人喔 有更厲害的人喔 思維可能不一樣喔 換位置也換腦袋喔 而不是只有換位置不換腦袋 尤其國安團隊過去兩年多來 荒腔醜板的事很多耶 這兩天其實你看 這個台日的事情也一樣嘛 雖然外交部第一時間都有出來說 表達嚴正抗議等等 就是對漁船這件事情 但是某種程度上你會覺得 我們的部會講話口徑不見得一致 那這是國安團隊 你在領導指揮上出的問題啊 今天可能外交部 那個農委會可能覺得說 這艘漁船 他日本人他執法過當 外交部可能也出來做了一些抗議 但是呢我們在日本的代表處 或者是現在正在日本的農委會主委 他有沒有在那邊表達我們一致的抗議 那個交流人我跟你說明喔 所以我只是舉個例子啦 我只是講說 抗議有尋外交的途徑啦 當然是外交系統這個途徑去表達 抗議的這個態度啦 好 這個只是一個例子 我是講說 其實我們整個國安團隊 屬然位置換了耶 但是我不覺得思維上有做任何的改變 那這個是蠻危險的喔 譬如我延伸剛才台日這兩天所發生的案例 我們3月15、16號在台北又要召開什麼 台日一月的委員會 3月15、16 那今天發生的這個議題 這個海域 這個海域喔 今天發生的這個海域 就是所謂的北緯27度以北 還有八重山群島以南的重疊海域 這個水域 日方始終不跟我們談喔 為什麼不談 我們能不能強硬一點 這一次的事件又發生了 剛好3月15、16 在台北要召開啊 有沒有放在議程裡面 要不要談 要不要 日方能夠一再的拒絕跟推遲嗎 而且在重疊爭議水域裡面 感覺上我們是示弱的 好像被人家追追追追到我家門口 還要用水砲打我 那當然人民會覺得說 國家在台 政府在台 我們的軍隊在台 這是一種感覺 這個有時候不是當下說 這一艘漁船出去作業有沒有照規矩 而是我在國際的水域 不管是水域或空域 我的人民的生命財產 我有沒有得到國家給我的保障 那是一種感覺 所以院長 我要講的是 國安思維要改變 那個江委員 這個案子我請 先請那個 所以 吳部長跟 15、16 這個案子要不要拿出來談 我先請吳部長 有沒有在agenda上面 部長 跟江委員報告 有關於八重山那個 倒三角形的水域 一定會在 一定會在議程上面 你們要不要強硬一點 這個不是強硬不強硬的問題 而是說要找到一個 讓大家都覺得滿意的解決之道 找到一個滿意的解決之道 可是在這過程裡面 態度不能軟弱 我們從來沒有軟弱過 態度如果軟弱的話 是沒辦法在上面談的 跟江委員報告 我們就吃定你的啊 我們這個態度從來沒有軟弱過 對不對 齁 我就叫自己門口 你也不歡迎 談判桌上面比拳頭的啦 部長 我想你也是專家 所以這一點 我期待你們 不要示弱 該強硬要強硬 拿到我們要的東西啦 那個才是真的啦 跟委員報告 我們不會示弱 可不可以 部長還有我們副主委 你們都是談判的主管單位 跟委員報告 其實台日的漁業談判 我想在國民黨時期 就一直纏到現在 沒有錯 也有非常好的結果 當然 跟我們剛剛吳部長講的 在整個東京27度30分 跟北緯27度以下 這塊區域已經是台日漁民 可以共同作業的這個部分 所以後續下禮拜 我們當然會繼續 如果可以共同作業 為什麼我們的船 在這邊要承受這樣子 他過度執法的行為 報告30秒 東半球28號這艘漁船 他本身漁船又兼娛樂用 所以他是兩種執照 他2月28到3月3號出去的時候 第一個 他違反了台日共同海域裡面 那些漁船是我們漁業署合可的 才能去 他不是我們合可的名單 這第一個 他回程的時候 他回程的時候 在3月3號 早上6點到7點 速度突然變0 所以在那個海域裡面 還在打水炮 對不對 還要我們的海巡署來保護他 跟委員報告 你可以 日本可以通知我方說 這艘漁船 這艘船違反規定 請你們自己自治 可以這樣 日本可以這樣通知啊 透過外交途徑啊 為什麼 一定要當下 用這樣子的行為 來對待我們 這是我覺得國人 這是我覺得國人無法接受的地方 我們當然自己有內規 自己有法規 我們有規定 他違反了規定 我們也會可以處理啊 對不對 但是 接受其 讓其他國家 這樣子來 感覺上 有點趕盡殺絕 或者糟蹋的話 人民當然不能接受 好不好 所以這件事情 我只希望你們接下來 在對外的談判上面 這個爭議海域的問題 還是要強硬一點來處理啦 好不好 兩位部長請回喔 接下來我請教一下 那個 院長喔 也是跟國安問題有關 但是我相信 你應該會有你的看法 最近 我想上午 也有其他委員問你啦 2月28號 中國大陸 釋出所謂會台31項的措施 這31項丟出來的時候 院長 你直覺的感受是什麼 我直覺的感受就是 我們行政院啊 應該要嚴肅面對 對 那固然我們一方面知道 中國過去二三十年來 因為受惠於台灣的資金 人才 還有技術等等 所以經濟有很蓬勃的發展 我們也知道它處心機率的 想要進一步拉攏台灣的資源 那可是呢 我們也必須要回過頭來 看一看目前 整個台灣的制度 有沒有需要再調整 我這邊 能夠將這個 中國持續的效果 能夠減低 院長 待會我還可以再請你回答 可是我先請你看一下這31項 這個兩個做法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服務貿易協定當然是雙方一起談 協商協議最後有共識才簽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會台31項它講會台 就是單方面我說的算 它直接說我給你 這個是在做法上最大的不同 第二個最大的不同 內容其實不太一樣喔 服務貿易的時候談的不是只有談個人 他談的是什麼台灣服務提供者 提供者 這是類似機構單位企業等等的 提供者 在大陸設置獨資醫院療養院 但是他給我們的會台是什麼 台灣醫師可以註冊短時間 是個人醫師專業 第二項金融也是一樣 允許台灣資金的金融機構 以境外機構投資者方式 來投資大陸的證券等等 這也是機構 然後呢 會台31項叫什麼 有相應資格的台灣人 在大陸申請這些資格什麼什麼 不需要參加專業考試 又是個人 影視其實也一樣 這裡面很大的差別 在於談服務的時候 絕對不是只有個人 談機構 談企業 談組織 談團體 他現在給你的是個人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的陸委會第一時間 針對會台31項措施 第一時間的反應跟comment是什麼 院長你記得嗎 他說以利益換取認同 這是陸委會的回應喔 沒有錯吧副主委 以利益換取認同 這句話的背後 在告訴國人什麼事情 說這31項是有利益的 這31項是對台灣人個人有利益的 但是陸委會擔心的是說 這些利益 會因此改變了國人的認同 不管是國家認同 或其他認同 這是陸委會所發出來的 講陸委會 我看起來是動機啦 就是說解讀中國的動機 是想要給台灣個人利益 然後整體對中國會發生好事 但是問題就是出在 我們政府的態度是什麼 你今天面對他31項會台的措施 或者國民待遇的措施 這個其實我在去年 我就不斷的提醒我們陸委會 我說他一定出這一招啊 他絕對給你國民待遇 而且不需要跟你政府談 而且他絕對針對個人 所以你看他給的這些措施優惠裡面 顯少是給企業給團體給機構 他給個人 所以你個人選邊站啊 你個人要來 我把陣仗擺出來 你要把靠過來啊 你認為你有力你就靠過來啊 那我們陸委會會擔心說 靠過去之後認同會不會改變啊 好沒有關係 問題是你政府的回應是什麼 決策是什麼 反應是什麼 還有因應之道是什麼 院長你們開始因應了嗎 是我們已經請那個師傅院長 召集相關部會研究 實程是什麼 我們大概下個禮拜 應該會有結果 會有結果 結果是 因應的對策 比如說 像以前李登輝總統時代 他說 藉級用人 會嗎 你們會是這樣嗎 還是禁止個人過去 還是態度開發 還是積極管理 態度到底是什麼 面對這樣子的 他單方面 單向的作為 我不管他是不是優惠啦 他幾乎是不是單向啦 教委員是這樣 你剛剛也提到 跟ECFA互相比較 今天如果 台灣跟中國簽了ECFA 那我們變成也要去開放 台灣的市場 但是我們很清楚 中國就是 幾十年來得利於台灣的幫助 他現在更需要台灣的協助 現在更需要 當然需要 台灣的資金 人才技術 智慧等等 他都需要台灣的協助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這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所以你認為 你說 如果是過去ECFA模式 或者是福茂的模式 是雙方談 談的過程當然 我們可能要開放一些市場 但是現在不用 不用開放 我們就可以過去了 所以你認為 就是說至少 我們沒有受制於中國 他提出來了 你沒有受制於中國 他提出來了各種立台 這是會台立宗的政策 不管幾項 我們一項一項檢討 院長 所以有人開玩笑講 他說 馬政府辛辛苦苦談到福茂協議 還不如蔡政府一個冷對抗換來得多 你用冷對抗換來得多 是不是這樣 我想 如果我們的兩岸政策 冷對抗 跟用協商 感覺上好像冷對抗以後 他放給你更多 你也不用開放你的市場 是這樣嗎 我想背後的 背後的就是我剛剛跟江委員報告了 其實中國 你要把它當著有政治目的 持續台灣的資源也好 又或者是台灣 中國未來的發展 其實仍然需要台灣的協助 所以他這個路線 有跟台灣談成協定 他會做 沒有談成他也會做 重要的是說 我們要壯大台灣 這也是目前 我率領了行政院團隊努力的地方 我們解決各種問題 你要如何因應 這31項要如何因應 我們會經過檢討 你上午有時候 你會有靈活的做法 對我們希望就是說 什麼樣子靈活的做法 是你認為 你心中你覺得 非常可行的靈活的做法 一方面 又可以 從中獲得我們要的利益 二方面 又可以不改變 我們對台灣的認同 尤其院長你自己也講 你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是啊 你如何面對會台31項 或其他未來更多的單方面的國民大約措施 早上我談的是說 中國對台灣的策略 中國對台灣的手段 會靈活 會變得靈活 我是說我們 在檢討 31項政策的時候 應該要務實的去檢討 要務實 要務實的去檢討 如果說 現在都很空啊 如果說台灣 沒有 因為還沒有檢討 還沒有檢討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會有提出 你可不可以給一個時程啊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我們會提出 音樂策略 我們會提出音樂策略 簡單的講 下禮拜有音樂策略出來 下禮拜有音樂策略出來 如果台灣 我們目前的制度 的確有一些需要調整的地方 我們就調整嘛 因為啊 大家還是會看政府的態度 到底政府的態度是 你是要開放 要禁止 還是以前講的說 借級用人 還是有效管理 還是你有其他的 這個其實現在大家在看政府的態度啊 因為這會影響到很多人喔 不只個人喔 包括企業 包括產業 都會影響 時間不站在我們這邊 所以院長你的速度要快啊 一個禮拜 希望你可以提出我們靈活的因應策略出來 否則我們這樣子 他感覺不是 沒有看到你的存在耶 大陸政府沒有看到我們 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 就直接跟你講說啊 我這裡有什麼東西 你們就來吧 然後我們政府就沒有回應啊 我們會檢討 我剛剛有跟江維言說明 那個院長 你既然說要檢討啦 我們也給你時間檢討啦 但是 兩岸政策希望回到你自己所講的啦 務實啦 靈活啦 來思考這件事情啦 可以嗎 是 好不好 兩位請回喔 再過來還是一樣跟國安有關喔 剛剛是對大陸 現在我講一下對美 對美 最近通過的一個 國會通過的一個法 院長應該很清楚嘛 我知道 台灣旅行法 台灣旅行法 那台灣旅行法通過之後 你怎麼看 你覺得台灣的對外空間會更大嗎 還是會有更多的挑戰 還是會有更多的挑戰 當然我們對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 然後表示感謝啦 另外我們也感謝僑胞嘛 在美國做了很多努力 那我們當然寄望這個法律啊 有助於提升美國跟台灣雙邊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美國政府的運作 國會白宮行政部門 這三條路線 它不見得一致喔 但是他們相互之間有關係 有時候相互制衡 有時候相互協助 都有可能啦 現在是國會通過 川普馬上應該會簽署啦 但是簽署之後怎麼做 這可能是一個問題 可是這當中我們看到國務員的態度很奇怪 國務員的態度 這一個駐親被提名人 亞太駐親被提名人董雲賞 他講什麼話 他說美國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 也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 是跟美國有官方關係的國家 所以不把我們的國旗 放在他的官網上面 但是以前他放啦 現在撤下來了 這是國務院的做法 但是美國國會通過了台灣旅行法 希望能夠提升雙方的高層交流 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中間有一些矛盾嗎 這表示齁 台灣本來在國際的地位就很辛苦啦 我們要更加努力 所以美國的民間充分支持我們 但是官方似乎好像 還沒有 這部分我請吳部長跟你說明 吳部長你當過駐美代表 你也是專家啦 我直接切入一個重點 台灣旅行法通過之後 象徵的台美高層的互訪 是解禁的 是不受約束的 至少國會不約束 美國國內法也不約束 是鼓勵的 在這樣子的前提之下 部長 穿菜通話之後 會不會穿菜會面 跟委員報告 有沒有機會 跟委員報告就是台灣旅行法 他是一個沒有拘束力的法案 這個只是代表國會 希望美國行政部門 能夠提升台灣跟美國之間的 所以他沒有拘束力的法案 那至於說我們 但是他某種程度上象徵一種授權 這個是美國國會 希望行政部門能夠提升台美關係 那至於台美關係如何來提升 所以還是回到行政部門 我們的政府跟美國的行政部門 具體來協商 那我想也必須要說 這些高層交往過程當中 要符合雙方的這個利益 那我們會盡量來做 那我剛剛講的 川菜會有沒有可能 你們有沒有在規劃當中 我想這個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假設性的問題 但是 目前沒有規劃 目前沒有規劃 因為如果說 台美雙方的高層 我想最敏感的當然是總統的會面 當然包括您部長 你到華府也很敏感 那你未來會不會到華府 目前是沒有這樣子的規劃 那至於說細節的問題 比如說誰要到美國去訪問 或者是美方有誰要過來台灣的話 那這個都必須要透過雙方的協商 好 台美關係的提升 我們當然很熱見 但是台美關係必須放在美中台三邊之間 來看 它是相互聯動的 所以請教一下院長跟部長 那 Triple Act通過之後 簽署之後 北京會有什麼反應 你們做好準備了嗎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我們也理解到這個事情 可能對於 台海雙方之間的這個關係 可能造成的影響 因此相關的部分 你評估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它會採取什麼樣的動作 我想 他們如果說理解到這個法案 不是台灣政府在推 而是有一些 在美國的這些台橋在推的話 我相信中國那邊是不會有過重的這個反應 你認為它不會有過度的反應 應該是不會有過度的反應 那畢竟這個不是我們台灣政府 在背後全力在推動的一個項目 可是這中間的三角關係非常複雜 沒有錯 所以我們政府相關的單位 我的看法是如果 如果台灣旅行法通過的環境 是在兩岸關係和善的情況底下 對岸會採取的 相對 相對啦 應該不會那麼激烈 但是如果在兩岸冷對抗的情境底下 那我就很難預知了 所以我本期也會擔心 外交空間會不會因此更加限縮 這個部分你們要準備 他會不會在我們的邦交 或其他外交空間上面 因為台灣旅行法的通過 而對我們施壓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都有在討論當中 這個部分不是不可能啦 所以國安團隊 我剛剛講 一開始我講國安團隊 換位置 沒有換人 但是 起碼思維要改變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 我們成為大國之間的棋子 或者只是一個籌碼 這樣的話 其實對我們是沒有幫助的 那提到台美關係 我也不得不問 台美FTA到底還有沒有在談 那 跟委員報告 有關於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這個FTA的這個議題 目前是沒有在談的 目前沒有在談 但是我們也借用任何的機會 讓美方知道說 這個是我們又所期待的一個下方 那那個 CTTPP呢 CPTPP這個部分 我們也對外來宣誓說 我們要加入第二輪的協商 有進展 那目前是 因為他們還沒有簽字 可能過兩天就要簽字 那簽完字之後 還要回到各國政府裡面的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努力的方向是CPTPP 這個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我們也對外宣誓過 那也去探尋 會員國他們對於我們參加第二輪協商 好 謝謝部長 你請回 我再請教一下院長 我們回到內政議題 你就任院長半年了嗎 將近 再兩天 再兩天喔 是 哇你每天都有計算喔 沒有 恭喜你 那你在就任之前跟之後 其實你都有 你都有提到一個議題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特別注意 你都有提到千都的議題耶 是 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你過去所講的 我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就這樣主張 當市長也這樣主張 當立委 當市長都有這樣的 像你當院長 你有權決定很多事情 尤其是千都這件事情 然後呢 你半年前說 磨定而後動 你要記得吧 是 你現在磨定了沒 現在還在繼續 繼續研究 繼續研究 江偉有跟你報告 就是說 我們不要用千都的概念 我想應該是說 首都減壓 因為 首都減壓的手段 因為我們講的具體內容是說 讓立法院或是行政院 應該立法院是第一部 到中部 看是台中 那 立法院到台中 對 未來後續 行政院也要到台中啊 也可能是到南投 也可能到台中 到中部 到中部 才方便嘛 對 所以中東府到台南 目的齁 就是讓首都減壓 然後讓台灣更均衡發展 好 這個都是我們的理由 但是第一張牌呢 是立法院 立法院 對 如果立法院 所以你認為應該簽立法院 立法院有決定 要簽到中部去 那 我們行政院一定會支持 好 所以行政院支持 立法院簽到中部去 然後行政院在台北 不是這樣子 我們也會配合 做一些規劃 這樣比較不容易交到你們來立法院 現在都在盤點 盤點 盤點到什麼程度了 我們至少要做一下資源的盤點 好 你在做盤點的過程當中 我請教你們 然後也去瞭解 你們有沒有 然後也瞭解說 到底會碰到什麼困難 好 在這過程民意也蠻重要的 是啊 你們有沒有探尋過民意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進入這個 民意調查 或跟社會對話 沒有吧 我們現在先做 包括資源 包括問題的盤點 那如果我們來 推一個 遷都公投 你認為怎麼樣 遷都公 遷都大台中的公投 我想 這個看委員 委員的意思 但是我可能不會採取這個方式 你不會採取公投的方式 你不會採取公投的方式 因為那個到最後 因為整個台灣 因為台中 因為是整個台灣的事 因為你台中 你還是區域 還是來小 不是 這樣子的 我現在擔心演變為 你如果公投演變為 區域是真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公投 遷都這件事情 來公投 你贊不贊成 這我尊重 如果江委員要發取公投 這我尊重 你尊重嘛 不過我擔心 就是說很多事情 是要水到渠成 行政院現在正在 但是畢竟 畢竟 公投是徵詢一個民意的參考 因為我怕 就是說 你還沒有準備 完成的時候 進入公投 怕會流以意識之爭 變成就是區域之間的爭奪 那你認為要準備多久 因為你講謀定而後動 這個謀 好像要謀很久 不會啦 那你的任累嗎 好 好 謝謝江委員 謝謝賴院長 下一位 我們請司委員一方 質詢 尋答時間15分鐘 主席請一下賴院長 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書委員你好 院長好 開始執行前我想送你幾本 就是有關於中國土木水利協會 在二月份出的那個花蓮地震特輯 那這本特輯呢 裡面有很多就是有關於地震的補強方式 那還有就是立法的一些建議 這是一個很專業的書籍 所以送給你的執政團隊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請賴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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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接受 再來 請賴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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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部分就是面對了兩次的震撼 那我想從這個震撼裡面 我發現你的冷靜跟無事還有人後的這些人格特質 那當然除了本席還有本席所帶領的這些祭司的團隊也非常的欽佩 那面對地震的斷沿殘壁 我們大家都很激怕這種大自然的無情的摧毀的力量 那遇到災壓的現場 每個人都會有共同的想法 就是不希望有再一次的這樣的傷害產生 那台南為貫事件了以後 那蔡總統積極的推動危險老舊及房屋建築物的加速重建 也就是希望說下一次的地震來臨的時候沒有房屋倒塌 那當然在這一次的花蓮增害後 行政也很快的在很短的時間裡面提出所謂的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 即福島重建補強政策 那這裡面包括了所謂的建築物的篩檢 或者是耐震評估 或者是重建補強階段性的補強 或者是金融協助等等五大政策 我想這也看到院長的用心 那本席要問院長的是說 在維老條例通過了以後 已經快八個月了 那你知道全國核准重建案有幾件嗎 院長 你那邊有資料 也核定三件 當然我是謝題讓你知道一下 那因為這個數量是很少 那我想原因在於說等一下院長可以看一下那個螢幕上的表格 那大部分人努力了一輩子就是希望有一個安全的家 那當然有一些人很幸運 他可以有一個新的房子 但是也有很多人 他是三四十年都居住在同一個房子 但是慢慢的這些房子裡面 他的工人啊之類的等等會喪失 那這時候政府也會告訴他 你居住的房子是不安全的 但是可以重建也可以得到獎勵 但是你要得到這些獎勵 你必須要申請所謂的耐震標章 或者是立建築 或者是住宅性能評估 或者是說你要退縮四公尺 或者是退縮兩公尺等等的這一些申請的獎勵 也讓民眾 那改建的房子雖新 是要用上二金剛頭到達到不上去 那院長 我想圍勞重建條例的初衷 就在於加速重建 那危險老舊的建築物是希望說 下一次的那個地震的傷害能夠降低 可是 現階段營建署的一次又一次 一關又一關的這一些獎勵的標準 不僅延長了審查的時間 而且要增加營造的成本 也讓民眾卻步 那改建的房子雖新 但是它的面積並沒有增加水淌的多 而且要負擔高額的審查費用 而且建造成本甚至貸款 那將來的房屋稅 及地下稅都會挑戰 那增加負擔 我想這是民眾在申請的過程裡面 沒有辦法配合的主要原因 那本席要再跟院長報告一下 那目前新北市的部分 通過的自治條例裡面 特別針對防災型的建築物 這種重建做了一個簡化的流程 院長可以看到說 它適用的對象非常的明確 第一個是房屋建檢要第三類 那當然這個部分是在民國88年12月30日 蓋的合法的房子 那第二個就是海沙屋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耐震損的建築物 那這個部分沒有任何的審查 它的容積的獎勵是50% 那簡單明瞭又大大的提升 民眾重建的議員 所以民眾根本不會去選擇 中央通過的法令 因為中央通過的法令只有30% 然後再下來就是說 它必須要通過 所有很多重重的審查的機制 而去拿到那個獎勵 我想院長在推動這個政策的時候 尤其攸關人民生命財產的事情 要勇往直前努力的去做 那不需要設棄重重的關卡 那在行政作業要增加人民的困擾 所以一般民眾要蓋房子 如果他要拿到獎勵 又要申請立建築 他必須要付出高額的成本 高額的費用 而這個立建築對房屋的安全 它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要請問院長 在這樣的行政命令 何時可以被修改 市委員你是專家 我想這個違老條例的立法過程 你也協助很多 也幫忙不少 那你所提到的問題 有一些部分 有一些部分我們已經 都做了很多的改變 那也事實上 也一直努力的在推動 剛才你提到的那個三件 確實高雄跟新北 已經開始啟動了 那如果考慮到說 這個整個的推動 很多縣市是三月才開始 很多縣市是一月才開始 以這個數字來看的話 現在看到雖然有十件已經提出申請 三件已經合可 在未來很快的就會爆量 那我要特別提到 剛才你提到新北市的這個 百分之五十的這個 這個容積獎勵 那你如果去看到 那是不是它有很多業績出來 其實這牽涉到 不是只有單純就容積獎勵去比 我們現在推出的這個未老條例 整個是一個完整的規劃 包括稅方面的講助 包括我們輔導團 包括我們跟縣市之間的聯席匯報 所以我要跟委員說的是 現在光看一個數字 那個數字就是 現在在做耐震評估的數量 光這一兩個月 增加了幾百件出來 這個數字一出來的時候 再來就評估之後 再來就進入了重建 重建的計畫是需要規劃 你是專家你一定了解 要提出重建計畫 那要規劃的 那要時間的 這些時間只要讓它經過 依我們現在推動 包括我們編業的經費 實際上去協助 而且輔導團實際到位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推動 我要跟這個委員 特別明白的講 我們認為我們是有信心的 而且現在這三件 你再來就會看到 不斷的一直提升了 那許多縣市 大概全台灣一半的縣市 是三月才開始推動的 我想本席提醒的 部長 本席提醒的是 希望你好好的去檢視 在過去為老條例裡面 跟現在的那個市政府 他提出的部分 有什麼樣不一樣 那當然你說的 絕稅之類的 這些他都會做 可是他也會補助 甚至高額是一千萬的補助 所以這些等等的部分 本席再提醒你 你應該要做一個適度的檢討 也是該檢討的時候 謝謝 那尤其我有一點特別提醒 就是說 確實現在的程序很快 三個禮拜 只要計畫寫完 三個禮拜就完成了 董事長 你知道嗎 你要申請一個立建築 或者是耐震標章 你要付出上百萬的費用 你知道嗎 那個是另外的項目 但是我們單純 為了要取得這個獎勵 必須要付出上百萬的金錢 你知道嗎 我了解委員一直也很關心說 怎麼樣容積能夠比較大幅的放寬 那我們現在這個做法是銜接都更 其實都更也有 也有50%的容積獎勵 所以這兩個搭配起來一起看 那整個面對台灣的地震 房屋的安全 我們認為說 一方面是都更現在努力的在推 另外一方面 危老條例的這個做法 我們先走 兩個部分加起來的話 能夠完整的解決這一個問題 也謝謝委員的關心 那我要跟院長報告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些行政的干擾 那過去 你也曾經擔任過地方的首長 所以也處理了很多投標案 就是採購的投標案 那我也不知道說 你過去曾不曾把合作的廠商 用採購法101去處分過 那當然我是一個土木工程的專業背景 那在擔任立法委員期間的前面 我有擔任過土木技術公會的理事長 我也曾經在營造廠任職過 甚至擔任過仲裁協會的理事長跟仲裁人 所以在過去到現在一直都在工程的領域 也看過營造業的榮景跟谷底 但是我們知道這些都是一個經濟循環的結果 有高峰也有低潮 那但是這至少是一個養家活口的工作 但是自從政府的採購法通過了以後 緊急循環似乎已經不是我們這個行業主要的生計 因為政府的採購法比這些業者已經快生存不下去了 那根據公共工程委員會的資料顯示 政府的採購案裡面 從工程勞務跟財務炒過裡面 大概一連有18萬件 而工程的部分有佔了4萬多件 而工程的金額是很龐大的 它的施工的期程很長 介面很複雜 那參與的人力很多 遠遠勝於財務跟老物的綜合的部分 那營造業是一個火車頭的工業 那它因為有這些基礎政治的成就 才可以造就國家社會的便捷跟安全性 那政府跟廠商是一個合作的夥伴 那政府編列預算然後去規劃這些計畫 透過民間的協力才有辦法去完成 所以這樣的夥伴關係應該是一個合作的互動 絕對不是一個上對下官對名的一個關係 那這樣的一個夥伴關係在採購法的部分 我們在關心的幾個問題 停權的部分 例如像對於整個彈性 那麽對於重大情節才考慮 例如比方說在此次停權之前 是不是應該要給這個業者來陳述 或者是包括說不要一個人犯錯 整個公司受影響 這一些都已經納到這個修正條裡面進去 這個部分我想我要提出來就是說 這次有送到立法院來的採購法的部分 但是未來希望針對就是在仲裁的機制的部分 還有101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尚未被考慮到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希望就是說 未來院長在這個部分能夠承諾說 在這兩個部分能夠做一些琢磨 這是業界的期待 仲裁的部分在仲裁法 我們在採購的契約裡面 也有要求列入爭議處理的一環 包括調節在內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鼓勵在機關 也能夠在合一的這個條件之下 能夠進入仲裁也是正義處理的一環 我們也非常鼓勵 我101事業界的期待 101這個部分在1年跟3年這個部分 完全都沒有被琢磨到 這是業界相當期待的一件事情 這個部分我們在過程當中 我們會來協調各機關盡量的來配合辦 那第三個問題本期一直很關心到高鐵的議題 那也幾次曾經執行過交通部這個部分 那我利用一個很簡短的時間跟院長報告 那環島高鐵的概念 在這兩次的震災裡面 我們到台南是相當的方便 從台北做高鐵很快 但是這一次的震災裡面 花蓮的交通是不方便的 所以在整個救災團隊要到達花蓮的話 甚至在蘇華公路是一個超速開車的一個情況 所以未來在這次地震後 應該要徹底的去看一看這些交通的問題 那交通的問題斷不能以整個效益的評估或者是財務的規劃 而應該是以救災或者是醫療的方式去做考量 我不曉得這一個看法院長或者是部長的看法如何 謝謝司委員 司委員 對不起 關於整個國土的發展 它和交通的建設當然必須是多元思考 所以確實不是完全從財務 那您提到的像我們在這次對於東部的救災 我們也把蘇華蓋的這個工程 在它雖然還沒有能夠讓大貨車依法通行以前 我們都讓它先來做救災上的努力 我們也知道司委員也在這個上面協調相關單位來動員 以及在這個執行當中的有一些幫忙我們警方的協調 這些都代表交通建設必須是多元來支援的 那至於說從救災的角度要不要用這個角度來看待高鐵 要不要環島來做建設 這個上面我想我們應該還是來做 我想部長您應該做一個謹慎的評估 我想應該司法日本從鹿兒島到北海道整個貫穿 有便捷的交通才有帶動國家的發展 另外因為我時間有限說要提一下台中立線的部分 這個立線的部分我希望就是說 立線現在目前要延伸到彰化 而立線應該是要以音量來揚 好 謝謝司委員 好 謝謝賴院長 好 來 下一位我們請中委員孔紹 質詢時間15分鐘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院長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院長 我就有請客委會主委 來 請李主委 來 請李主委 請李主委 好 主委 辛苦了 辛苦了 請主委員 好 請主委 但我合意在那裡很辛苦的工作 因為接著來南灣台三線 三下來有很多六隊 在家鄉來的人 學家母語的傳承 在家鄉學家文化推動 因為在家鄉學家中 十三年來 看到人在打招 看到人在散碼 尤其我們學家文化 可以行出世界語 本來的眾生 鼓勵和加油 好 感覺上總議員在肯定 好 感覺上總議員在肯定 沒關係 圖片 圖片 圖片裡頭 明天在比利時 我們都知道這個小童喵喵 學家我說 表演我的小貴 也永遠說表演我的小貴 總是學家上司 全世界都看到 聽他們都看到 學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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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利時 全世界都看到 學家 學家 學家文化 學家文化 他們做個性格 也可以 HE. 我日本本來在教育 美國議員 教育 不在書 學家文化 我們學家不單是天然人台灣 我們學家從外出 也能學家人的功用 也能學家人台灣人的感到很健康的所在 除了他在家鄉 我們也有個原因 來自我們評論 你不認識我 也能在我們台北特殊的學家的門口 你不認識我 也能在家鄉上表演學家的國藥 但是有一個個學 日本人的學家菜 學家料理 尤其在南非 安侯表演本 他就看到學家菜 學家料理 安侯市的學家菜 本來南非中山的孤立不關外出 他就本人的學家菜 他就說學家菜 學家料理 單真 友好 友好色 他在國藏地北 全國藏 上的那些都沒在事實行 因為中間的大學 甚至連唐光年 女精如 孽精如做不到 那是沒威力的 我們請來發揮指揮 總委員博國 非常感謝總委員對學校委員會最近工作的成績 有跟我們肯定和鼓勵 比利時的尿尿小童 特別要感謝我們外交部 駐比利時代表處的同仁 居間協調 所以這長達大概有半年以上的作業 我們設計的客家兒童的 有在地特色的服裝 獲得比利時布魯塞爾市政會議的通過 所以在特定的節日 幫尿尿小童穿上客家服 在那裡的工程清清楚 也看到我外交部的努力 實際上 獨到毛利西斯的研究事件發生 因為事件很高 也沒辦法奔 相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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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也很清楚 也當然要感謝外交部 但是我們碰到我們問題的時間 我們也希望外交部 朝委會 和陸委會 他們把共同來答應 因為在那裡的團隊 可能在困難的 他們在合意 本身的努力 可能有勘 但是在那裡的團隊 是在那裡的共同的表演 不能在客家 也不但真的跟他們說過 要是在客家文化 行水全世界能夠安好的機會 但是我們要排隊 我們要看到有的因應對切 可能我們也會面對我們的問題 跟我們主要做一些不一樣的 就是這件事 的確在我去誰 我們寄完 有些問題 例如說 包括陸委會 我們 外交部 還有橋委會 他有意識的 對全世界的 對台灣文化的大 都是非常強烈的 公的 所以 我相信這件事 也會互相 全世界的學家 你了解總結他本身 一個非常阿爸 非常非常處暴的這種面目 我想文化在中 不應該用政治 透過政治的關係來做處理 對哪些人文化和韓文化的交流 其實會碰到這種問題 我想現在好意味 會發肥南人人僵的意念神 不要引致要把他面對的問題 和韓文化在三批 我相信會面對問題 結局的問題 大家請我來答應 謝謝主意 感謝總委員的肯定 謝謝 今天我們想要 提到老公的議題 老公的議題其實清楚 相關的法律也清楚 這麼多的老公的議題 面對的勞工的議題 我想期待的就是 我們在職業災害的一個勞工的一個 重建的一個制度的一個重要性 部長沒關係 我論述完之後再請院長做回應 也好或者請部長做回應 沒有關係 你請坐 謝謝 我想從職業災害的一個勞工的一個重要 保護的一個重要性 從而建置職業災害的一個單獨立法 我希望能夠從這些的相關的引述 能夠讓行政院能夠更加重視 因為畢竟這也是我們蔡總統 在2016年的一個重大的一個政見 面對的保障過勞或者職業勞工 怎麼樣讓他得到適合 適性 適法 得到一個保障 得到一個保護 我們從職業災害的一個勞工的一個保護 其實他很早 他在1884年 其實在德國Bismai的時候 他就透過了他的社會保險大宣章 也特別針對了勞工的一個職災的問題 他在他的大宣章裡面 也特別提出了一些的保護的數字 我們在看台灣最大的一個集體訴訟的一個 勞工的一個職災是在RCA RCA在1955年在我們台灣成立 他在1990年賣給湯姆森 湯姆森在賣給鴻翼建設 從美國無線電公司再給齊翼 再給湯姆森 再給鴻翼 其實當時湯姆森就發現 這塊土地有問題 當時他賣給了鴻翼建設 結束了營業 離開了台灣 當時的員工有1200多位的勞工朋友 後來發生集體的離 離災 也就是癌症 得癌 這段時間 他們努力 經過了23年 這段時間 因為離岸 之災 癌症 死亡了221位 我們也很親信 經過了23年 這麼漫長的時間 這些勞工朋友都已經七十幾歲 在去年的法院 終於判決 賠償這些勞工 七億一千萬 這些勞工朋友 他們拒絕 被遺忘的聲音 因為他們拒絕 被遺忘的聲音 經過了23年 這一段漫長的時間 這段漫長的時間 不只是 這幾個集體的輸送 我們也看到了 很多的 之災的勞工朋友 即使他們面對 之災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讓這些職災勞工朋友 能夠在現有的法令體系 有一個整合 我也很敬佩院長 你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你在未還委員會 你提我們現有的失業給付 就是你當時的提案 在救護法 我們好多的勞工保險條例 的修正條文 也是院長在未還委員會提出的 甚至我們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也是我們院長提案 院長 你做了這麼多讓我看到 我今天有機會進入職場 有機會進入議場 我也希望能夠在我這段時間 也能夠留下更多的法案 讓這些的法案 能夠讓我們這些勞工朋友 能夠享用 能夠讓這些的勞工朋友 不會因為他的禮災 不會因為他的禮病 讓他的家屬 可能因為法律的規範 而求助無門 為什麼會有求助無門 他求助無門的原因 我觀察起來大概有三低 他的三低 就是 鑑定執災的認定少 認定低 第二個 就是他的 執災的補償給付 也低 第三 就是我們的匯力 比較低 也因為這三低 我們會面對的 所衍生出來 他相對應的 其實這三低 他相對應的就是三個問題 我也幫他整合了這三個的問題 這個三低 為什麼會有這個三低 這個三低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 相關的法規 目前的職業安全 相關的法規 事前的分散 因為事前的分散 它的定義也比較紛雜 也因為定義的紛雜 我也沒有辦法 議題適用勞工朋友 所以當時院長 你當時在特別提出職業勞工保護法的時候 你當時的定義就是為了要保障那些 五人以下沒有強制家保的人 也能夠受到職業災害發生的時候 受到一個保護 讓這些的勞工朋友 不會因為沒有強制家保 而有相關的法令 來給予保護 我在這邊真的很敬佩院長 我不是因為你當院長 我給你學路 直屋上就是你做到 我現在面對著這些的相關的法令 它背後 它相對應的 它的因素 是在於 我會把它歸納成三點 它的背後的因素 大概就是對於鑑定 鑑定體系的一個是能 另外一個就是補償體系的混亂 第三個就是生活照顧的重建失效 我為什麼會提出這個3D 因為這個3D 再加上這個背後的因素 具有這個背後的因素 我們從個案來看 如果今天一個勞工朋友 他如果居住在桃園 但是公司 冬季的地點在台北 但是他發生了 直災的時候在新北市 這個檢查的認定 至於屬地 發生的地點在新北市 就由新北市來做檢查調查 報告完之後 送勞動部 送中央 來做最後的一個審核的鑑定 最後再有勞保的一個給付 面對的這個相關的法令 其實不只是這些的家屬 或者離災的勞工朋友 或者失能的這些勞工朋友 其實他也碰到問題的時候 到底他要找桃園 還是找台北市 還是新北市 或者他發生在基隆 可能就要找北區勞檢分所 面對著這些的法令的分歧 相對的 法令 像個總理法 牽涉到投資的民主 也牽涉到 和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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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下童 Çok 就為甚麼相關的這些的Gone 我們會怕 面對著這個Q多的連校就不要 Daisy 因為 為了BBE 可能要將這些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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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會為了 BBE 面對了這些法律相關的疑慮的問題 世界上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去世代 我可能只會來更加溫柔 所以我會去世代院長 最後我才會去世代院長 做最後我才會去世代院長 這個時間已到 院長 那院長 對你們私底下 再請院長提供書面的給中委員 時間已經到了 來下一位 謝謝中委員 謝謝那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 林委員維州 質詢時間30分鐘 請 蘇院長 賴院長 行政院的團隊 大家午安 我們先邀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好 林委員 你好 你好 這個 在立法院 時間是很寶貴的 是 以分鐘計算 我會 這個 保顧這個時間 希望 跟院長 討論 兩件事情 是 今天的問題 比較簡單 我先請教院長 當你聽到說新竹 這個地區 這個名稱 你會想到什麼 新竹你會想到什麼 很直覺的 新竹你會想到什麼 新竹 想到 新竹米粉 新竹米粉 好 還有呢 很直覺的 另外 大概吧 新竹 另外還有科技 科技 新竹科學園區 好 謝謝 好 下一頁 這個新竹 因為現在已經分成有新竹市 新竹縣 其實很多人都會分不清楚 新竹縣 新竹市 像你剛剛第一個答案 新竹米粉 老實講 那個是新竹市的特產 那也並不是新竹縣的特產 那這個是也沒辦法 以往新竹的生活圈 縣市是一起的 包括你後來講的這個科學園區 那這一部分 科學園區坐落在新竹市 還是新竹縣 主要在新竹市吧 對 新竹市大概佔了三分之二 那新竹縣 也大概有三分之一 在新竹縣 所以它是很誇新竹縣市 那我們首先先來談一下 新竹縣 目前的狀況 那我的題目是說新竹縣民不值得中央政府疼愛嗎 好 我下一頁 新竹縣的基本資料 大概是這樣 它的人口55萬多 那它有幾個指標 是大家沒有注意的 因為新竹縣人口55萬 其實不算多 在所有縣市裡面 但是它有幾個很重要的指標 表現非常的好 尤其現在這個少子化的狀況之下 它的出生人數 五千多人 自然增加率 這個數字是很令人羨慕的 千分之三點二三 是我們全國想要達到的標準 不可得的 在我們新竹縣都很穩定 它的自然增加率 出生的這個千分之三點二三的這樣比例 在全國來講是第六 它的遷入人數 這個也是蠻多的 每年大概有兩萬三千多人 社會性的移入 社會增加率 千分之六點七六 全國占第四 你知道嗎 這個第四第六 如果跟 這個是連直轄市一起比 你知道的 就是說直轄市其實它有很多的誘因 我們一般縣市來跟直轄市比 是不太公平的 你也知道 以前台南也是縣市分開的 這個城鄉的差距 各種福利 往都市集中 如果在非直轄市有這樣子的表現 那是很特別的 那它的人口成長 也是占全國第四 每年大概成長4688人 它的薪資 我們那邊當然有很多的產業聚落 所以它的薪資 平均薪資 四萬九千多 是全國第二 以一個新竹縣 55萬的人口 大家印象中好像都是農業縣 或是客家大縣 但事實上它的薪資 全國第二 平均薪資 它的平均缴稅額度 這個所得稅 全國第三 也相當的表現得很好 它就有各種條件 好 下一項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中央政府對新竹縣 我們貢獻那麼多 繳稅率這麼高 但是我們在統籌分配款的這一部分 全所分配到的額度 每人大概平均7889元 全國倒數第四 就是它分配回去的統籌分配款 那這個統籌分配款 我們當然知道 可能有幾個因素 人口 面積 還有貢獻率 這幾個因素 當然沒有辦法 用任何一個指標都沒有辦法 可以全面的來讓它合理化 算是很複雜的一個公式 但是就新竹來講 就是說它的貢獻度是這麼的高 但是得到的回饋 中央的回饋 其實是相對的低 而且差距是滿大的 比如說我們的 這個所得貢獻率 這個每人繳稅的平均的 是繳稅的比例 是占全國第二 但是得到統籌分配款 分配到每個人身上 卻是倒數第四 我覺得這個是對新竹縣的縣民來講 貢獻很多 但是得到的回饋 卻是相對少的 相當不公平的 下一頁 那我們現在 目前的財政的現況 其實也不好 每年新竹縣的預算 總預算大概250億左右 那賴院長以前 也在地方擔任過首長 而且在 我記得賴院長是在 還沒升格之前就擔任過市長 還是升格第一屆 第一屆 已經是直轄市了 所以對於這個 非直轄市 其實他們的 每年總預算 能夠 用在這個建設 各方面的 自由去 運用的 額度其實不多 一般資本門的 支出很少 都在金長門 大概就占了 七八十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現在新竹縣的狀況 有幾個問題 我把它挑出來 比較重大的問題 我想院長 對於全國 應該要有一個 更全面的了解 每個縣市 都是你的轄區 那新竹縣目前的狀況 比較嚴重不足的 有幾個面向 第一個 公托公幼不足 公托公幼 那都是縣市政府的工作 出生率又高 每年成長 兒童的數量很多 而且還在成長 但是你要叫地方政府 自己去負擔 公托公幼 當然包括小學 國中 這個地方 所謂的 中小學的國民教育 其實他們是負擔 相當沉重的 如果他要建設新的 公托公幼 或是國小國中的話 這個金額龐大 他們是負擔起來 是很辛苦的 校舍工程延宕 你看別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在是 減班 財校 因為人口越來越少 少子化 我們新竹縣 每年都在蓋學校 蓋中學 小學 包括高中 現在有縣立的高中 完全中學 也是都不足 那就有一個國中 高中叫湖口高中 那湖口高中是 他原來湖口國中的校區 就直接升格 他不是新校區 他是原來湖口國中的校區 那就直接把他升格成為 完全中學 高中也納進去 但是他的校舍 校地就是這麼大 那現在呢 土地我們已經處理好了 我們有一個重化區 土地處理好 現在缺的就是經費 所以這一部分 請院長要特別的去 給我們協助 你要地方政府 完全來負擔 是真的很困難的 這一部分 跟理委員報告 你剛剛提到了 公托公幼 或者是高中的校舍的興建 那相關的部會都有 經費可以補助 好 這個要拜託院長 另外就是運動廠的缺乏 就是運動設施 那因為人口一直成長 那學校 蓋的也來不及 讓這些要就學的學童就學 那運動廠的設施當然也不足 我們竟然像高中 我們為了節省經費 一直減量 減像發包 竟然把這個運動廠 為了要節省經費 本來是400公尺 改成300公尺 那個裡面有體育班 高中裡面就有很多 像我們湖口高中也有體育班 因為經費不足 所以這個請院長一定要了解 每個地方的狀況 尤其新竹縣 貢獻度這麼高 人口不斷成長 我們應該給他鼓勵 我們那邊的縣民 都很樂於解決少子化的問題 生育率相當高的 下一位 所以新竹地區 如果含新竹縣跟新竹市 把它合起來 叫做新竹地區 已經連續三年殘年 全台生育率最高的縣市 其中當然族科人的高所得 高消費 這個都有關係 就業率的普及 還有優質的工作機會 我想是主要原因 讓這些年輕人願意 在那邊落地生根 在那邊養兒育女 所以那邊的狀況 像以竹北市來講 就有十幾家的產後照護機構 在其他地方是很難想像的 我們這個產後照護機構 就是月子中心 如雨後春筍一般 一直開設 都來不及 每一家都滿 最少要半年前預定 照護中心 月子中心 都要半年前要預定 否則你找不到照護中心 這個是很可喜的 在這樣子的全台灣這樣少子化 然後出生率越來越低的狀況之下 那個地方這樣子我們應該要多加鼓勵 我們希望要給孩子一個友善成長的環境 下一頁 預算的不足 然後統籌分配款 也不公平的這樣的分配比例 造成了一些效應 對新竹縣來講 缴了多 然後用的少 當然相當不公平 受教的權益 因為使用空間的壓縮 上學路途遙遠 小學 我講那邊的例子 因為學校蓋來不及 所以都要到學區以外的 學校就學 所以小學生要很遠去就學 要被強制轉介到別的學校 那蓋個學校你也知道 可能要花好幾年 花個兩年 三年左右 所以這兩三年內 大概新學校裡面註冊的學生 他沒有辦法在 他將來要畢業的學校就學 這個在我們那邊變成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常常就是 每一個新學校都有這種狀況 這個是不好的 對小學生來講 對家庭的父母親來講 也是一個負擔 要很遠的地方 要接送種種 所以這個問題要解決 那也請賴院長 一定要了解這樣的一個狀況 出生率很高 所以也沒有良善的托育環境 我知道行政院現在都有在規劃這方面的 公托公佑如何普及化 是用補助的方式 還是用跟民間的這個自營機構來合作 那我們希望你們這個整體的政策趕快出台 對於這些新興的地區 出生率比較高的地方 它需要的地方能夠快一點能夠有新的政策 給予鼓勵 如果連我們這種出生率高的地方 然後反而沒有得到鼓勵 好像受到懲罰 那我想這個會有很不利的影響 那當然我們是非直轄市 所以因為這些經費不足 然後設施不足 也有可能造成人口 反而本來是工作的關係 要到我們新竹縣 新竹市 但是因為它的公共設施的不足 相關配套不足 然後生活品質就低落了 甚至可能因為這樣又要移出 我想這個都是對國家的資源運用來講 都是很不利的 他在那個地方就業了 那在那邊落地生根 在那邊養兒育女 安居樂業 是最好的選擇 而不是說他還要再住在直轄市 然後去那邊上班 這個對很多的社會成本都會增加了 我們希望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新興的地區 你要給他有足夠的配套措施 讓他在那邊工作之外 也可以在那邊安居樂業 這一部分 請院長回應一下 是 感謝林委員 你剛剛提的這些都是目前台灣社會普遍的問題 那目前行政院也正在規劃 包括安居樂業的議題的規劃 或是均衡台灣的規劃 以及你剛剛提到的比較著重的聲聲不息的規劃 我也會請相關的部會跟林委員配合 來解決新竹縣本身特有這個問題 最後這個第一個主題的結論 我們先跟院長報告 我們現在有離島建設條例 就是針對不同區域有一些建設的特別的條例 有離島建設條例 有花東地區發展條例 這個主要就是說要拉平這個城鄉差距 離島的各種環境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有一個特別條例 有一個特別的基金來建設離島 那花東也有類似這樣的條例 我倒是提出一個建議 也請賴院長可以參考 這個是比較正面的 剛剛那兩個條例其實是一種就是說 要拉近貧富差距 拉近城鄉差距 一種彌補性的一個條例 讓發展可以均衡 全國的發展可以均衡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更需要什麼 鼓勵性的 比如說暫定這個名稱就 非直轄市新興地區都市發展特別條例 就是類似像我們新竹縣市 它不是直轄市 但是它是一個新興地區 就業機會多 然後產業發展非常的蓬勃 但是你如果把它當作一般縣市的 統籌分配的方式 它就是一般縣市 反而會壓抑它的成長 如果我們有類似這樣子的特別發展條例 可以正向地鼓勵 我們現在國家所面臨的困境 就是產業轉型 這個現在是大家都知道 這是台灣現在產業方面很重要的一個困境 要如何轉型 那像這些新興地區呢 它是有機會 如果你挹注更多的資源 讓它的產業能夠轉型 更成功 它比較有機會 這個就好像我們現在 以前我們叫育城中心 現在其實我們比較 大家都比較傾向 叫做加速器 它已經有這個雛形 已經是產業發展新興的地區 你再給它一些力道 其實它就更能夠發展得更快 而且成功率絕對更高 因為它已經有一個基礎 這是在產業的部分 另外就是它的生活環境設施 這一部分 也要有一個特別的 獎勵的一個方法 否則這個人口往這邊寄居 因為它有就業機會 但是它反而受到懲罰 因為你要靠非直轄市 靠現在的縣市的預算規模 它很難因應它這個新興地區 人口成長這麼快 還有你基礎教育 還有基礎設施 如果中央政府 不有一個特別的方式來處理 那造成什麼呢 造成它人口聚集 產業也發展了 但是生活品質一再的往下 這個更低落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 我也會來研尼 然後也會跟行政部門 大家來溝通 針對這個非直轄市新興地區 都市發展的特別條例 我們一起來研究這樣的一個方向 我覺得當然全國是一體的 比如說你要發展產業 科技產業 你也很難在農業縣 從無到有要發展 其實是很困難的 新竹地區雖然人口不是最多 但是它有一些條件 比如說有交大 有清大 有工研院 所以它在發展這個ICT產業 有一定的優勢 在這種地方你才有辦法 真正讓它加速 那你如果說一定要去 每個縣市都要來複製 以往你也知道 就是說我們的科學園區到處開設 但是成功的 南科算是成功的 還不錯的 中科也不錯 中科也不錯 但是最成功的還是竹科 對 當然一開始 以產值各方面它的效率來講 其實我們那邊用地不大 但是它的效率很高 那這種有條件的地方 你更應該讓它更發展 其實它創造的GDP是全國的 也不是只是屬於新竹縣的 創造的就業機會 也不是只給新竹縣市的縣民跟市民 你知道嗎 像我居住的這個地方叫做竹北 從我第一次選議員 從我第一次選議員是87年 到現在人口成長了大概快四倍 四倍 然後這些人口成長的大部分是外來的 因為要工作 所以搬遷過來 後來他們就養兒育女 就在那邊落地生根 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提供的就業機會 是給全台灣的 不是只是給新竹縣市的縣市民 那人能夠發展條件 這樣的條件的地方不多 我們更應該要有一個特別條例 來加速它 來鼓勵它 這個要拜託院長 也要從這個方向來思考 目前行政院的規劃 是用財政收支化文化 就是我們一個新的分配方式 那這樣的話 我們希望讓這個非直轄市 能夠有更多的經費 可以從事地方建設 或是解決你剛剛講的 社會福利的問題 那第二個 我們也會推動行政區化 特別是像台南37個行政區 有一些行政區人口 根本才1萬人左右 那有些是二、三十萬人 那其實行政區化網 也可以讓有一些行政區 可以去做調整 那第三個是非直轄市跟直轄市 同一個職務 但卻列不同職等 不同職等 薪水也不同 那這部分我們要解決 我們基本的用這三個手段 來達到台灣均衡的這個目標 好 謝謝 下一個主題 這個叫做說好的五陽高架橋延伸頭份 好 下一頁 這個五陽高 你知道啦 從五谷到陽梅 那開通以後 那開通以後解決了桃園地區跟大台北地區的 高速公路 國一高速公路的塞車的問題 對 這個跟我們的交通部長有關係 好 請交通部長 一併 現在塞車是最嚴重的 國道一塞車最嚴重的就是這一段 從陽梅 這個五陽高結束之後 然後到湖口 新峰 竹北 新竹市 然後到頭份 它的原因是這樣 當然就是一個瓶頸 那個地方是一個瓶頸 這個高架橋結束 但是這個以外 其實它還有原因就是跟我剛剛講的有關 就是那個地區剛好是一個新興地區 那個地區剛好有幾個重要的工業區 包括新竹工業區 也就是湖口工業區 竹北有一個台原科技園區 現在也聚集了兩萬多的就業人口 然後新竹科學園區大概有十五萬就業人口 然後到頭份跟竹南 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 大概也有兩萬多的就業人口 這一個國一省道貫穿了這幾個工業區 所以它平常也塞車 假日也塞車 下一頁 這個是交通部給的資料 我想交通部長很清楚 它現在目前的 平日的交通運輸的水準 跟平等是相當低的 都F級的 F級算是最糟的狀況 好 下一頁 假日的情況更糟糕 假日的情況因為南來北往 長途的 長程的車子 跟短程的就交雜在一起 所以它的這個交通運輸的狀況更糟糕了 再下一頁 好 部長 上一次我們有見過一次面 3月6號的時候 那時候賴院長還沒來行政院 林全部長的時候 本席跟柯建民委員 以及新竹市的副市長 都有一起討論 那時候前瞻計畫還沒通過 本來部長有答應 說要把這個可行性評估納入 前瞻計畫後來也沒做到 後來前瞻計畫 其實沒有做什麼公路的這一部分 主要是做軌道的那一部分 所以這一部分你要不要稍微解釋一下 你那時候答應我們的 是 林委員 不敢說答應 不過關於公路的部分 因為前瞻基礎建設 之所以要特別去列 主要原因除了是他 希望來用一個特別預算 來打造國家的基礎建設以外 也是希望能夠把他的系統 留在國內作為軌道產業 可是在公路的部分 你曉得我們這個高速公路 原來就有基金 所以這個上面 他其實他是有他自己的經費 可以來推薦 好 OK 先不責怪你這一部分 我們希望把事情做好了 下一頁 舞陽高架橋 我們來比較一下 我們現在提出的建議 就是從舞陽高架結束的陽眉 繼續延伸到頭份 解決這一段 最嚴重塞車的這一段 國一高速公路 那跟舞陽高架橋 從五谷到陽眉來做比較 他這個舞谷到陽眉大概40公里 那陽眉到頭份大概39公里 其實差不多的 那這個當時 舞陽高架他花的經費 本來編列882億 後來實際結算 結算下來是587億 有省了一些經費 本來預計六年完工 後來三年就完工了 相當不錯 這個應該 而且他的設計各方面 好像也得到一些國際的獎項 算是不錯的一個公共工程 那現在從陽眉到頭份 其實也是大概39公里 更短一點點 那現在先期評估已經出來了 這個我們要鼓勵一下 他預計金額631億 但是他的時程 先期評估裡面寫說 大概要10年 我們這個新的團隊 總控是誰要講總控 之前人家做那個40公里 結果花了三年的時間 原來規劃是6年 準備要6年來做 後來三年完工 那你現在先期評估 從陽眉到頭份 也是一樣39公里 還更短一點 竟然要10年 你知道這個狀況嗎 委員這個部分 其實詳細的內容 我還沒有看到 但是我知道 在我們湖口這個地方 他有那個地滑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在施工上面 跟那個土地取得比較困難一點 要克服困難 第二就是在 再困難也不會比書花高 書花改更困難 第二就是在新竹地區 其實您曉得在科學園區附近 那邊的這個很多大樓的秘密媽媽 比較複雜 照遇到附近 已經沒有辦法找到用地了 這個上面很多的防難 施工比較困難 這個是現在的技術都可以克服了 時間的關係 我就講快一點 好 下一頁 這個先期評估報告 我詳細的閱讀 也是你們做出來的 它的這個效益成本比 很高的 1.14 內部報酬率 這個都是你們的數字 6.32 這個遠大於標準 這個 這個成本效益成本比1 這個是一個標準 那內部報酬率5.35 這也超過了 這個6.32 超過5.35的這個 基本的標準報酬率 所以這一個工程是很需要來做的 然後也值得來做的 它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下一頁 對 平常 我們大家都知道那一段 確實是最會塞車的這個路段 國一國道來講 那看你們的網站就知道了 平常那一段都是紅的 好來 下一頁 這個根據你們這些評估報告 也把它列為 是可以解決那一段塞車的問題 的一個重要的方法 當然方法也可以很多 改善地方的運輸狀況 對 很多道路地方橋樑做好 就會改善很多 但是解決 真正能夠徹底解決 所以恐怕這一段是要慎重下去考慮的 強烈的建議 把它納入規劃 進入設計規劃的階段 有沒有問題 平委員這個案子 因為在苗栗地區 他們也希望說不只延伸到頭份 希望延伸到銅鑼 所以我們現在是整體 把它從陽梅一直到銅鑼 一起來做這個探討 我想是這樣 我在FB上PO出來的話 當然很多人會講說 那乾脆就延伸到台中 延伸到屏東好了 你們要做專業的評估 它的效益 剛剛我們講的 報酬率跟成本 很喜歡的 去開ử yeok 說 Tri ad 報酬率跟成本 AP 性 目標題 好 謝謝林委員 謝謝賴院長 國流 多강 大 satu 報告 報告 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質詢 現在休息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報案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請張委員立善質詢 尋答時間為30分鐘 主席請賴院長 張委員妳好 院長好喔 院長 有一句話說 吃米不知道米價 這句話妳有聽過嗎 當然啦 大家小孩都聽過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人根本就不知道人間疾苦 也不知道鄉親的艱苦 所以吃米不知道米價 也就是怎麼樣 如果沒做人 就不知道做人的艱苦 所以只因為台北龍山公司 過度休息 你知道20天裡面三百休息 隆重休息十一天 這是醫養無過的事情 所以我要請問議長 議長 這是天災 也還是人好 好 當然這不是天災 好 這是你們的因素 那就是所謂的人為疏失 可以說是人禍吧 說人禍可能比較嚴重 有可能就是說阿東是 你檢討這個 你檢討這個效果的時候 沒有去考慮到這點 這是一個事故 沒有不對 好 到沒有情緒 我相信你們都知道 台北龍山公司 第一 台北龍山公司 台北市政府 農委會 這三個單位 都要付出全國的見面 但是到沒有情緒 這一次我們看到 好 我們副主委上台了 副主委所講的 說阿 以後啊 停止連三休三天 再來台北龍山公司說 希望可以把所有會 能夠疏散公營 疏散公營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不用你來台北龍山公司打賣 你們也可以去拔賣 再來呢 到目前為止 沒有提出人口 對農民的損失 要怎麼做一個逆步 所以剛才議長呢 你說得很清楚 這是人為的所謂 所以我要請教議長 議長 天災已經有補助嗎 天災有天然 天人災還叫做辦法 對 天災有補助 天災是不夠拚勉的 是我們無法移行的 所以天災有補助 那人為的呢 警察應該補助 為什麼 你不應該收拾的 因為你經過造型 農民的損失 現在農民是要怎麼 叫苦連天的 議長 你如果去逛的你看 這個農民啊 坐在逛的 他的後面 叫他所有去騙青江菜 那是怎樣 那是因為 沒有製造中市場去賣 所以他要把他噴薯草 讓他肯金腐爛 趕快復更 這就是啊 孫實 但你如果看他膝蓋 那趟青江菜 那鋼菜 那人菜啊 1公斤賣2塊錢 那人啊 20公斤賣40塊 所以我不知道 陳吉仲副主委啊 你說 好像沒有這樣的價格 所以我說你吃米不知道米價啦 你到底有去市場看過嗎 那委員報告 所有的農產品 尤其是大中蔬菜 分成四行 包括所謂的高麗菜 結球白菜 青江菜 葉菜類 瓜果類 跟所有的根莖類 價格我們有完全掌控 而且也可以要確保這一次 連續兩次的連休三天 我們不會讓農民的收益減少 我在這裡可以百分之百再講一次 不會 而且 要保證 我現在已經減少了 柯主委 現在已經減少了 我說你吃米不知道米價就是這樣 你有聽過農民的心聲嗎 你知道農民的損失在哪裡嗎 我們全知道 所有的農民 農民團體 包括農會 大家 地方的香港所 都有卡電位 從我這裡來 我們今天去農民宿 從台北區 中區 南區 三分宿 所有的辦公室 現在都在現場所有的 農民團體 要求 各位你跟我們合作就好 到目前為止 因為這三天的休息 我們農民有損失嗎 委員報告 電美拜 休息三天 做生 台北果菜批發市場 它的價格 由於21塊幣 18塊幣 連續三天是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到過去五年比到 在邊均來說 是沒有比較多 我現在要說的是 可能有這三天的價格 因為休息的關係 所以有漏漏 但是我要保證 是 這個月的平均收益 一定要比過去五年更高 這我絕對做得到 我可以讓你所有的通計 所有 去年12月 在台北果菜批發市場 批發的價格 副主委 你不要公然說謊 你過去五年 你不要公然說謊 你現在講的價格 是屬於上價 我在講的是 果菜批發市場的 拍賣價格 百分之百 去年12月 31塊7 來副主委 遠高於過去的 一年來的價格 那院長 他在說謊 我不跟他講話 院長 來現在放 今天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從 我們3月5號修飾 你知道 這整個的價格 我們今年的過年 所有的 你叫上價 中價的價格 就是你說的那個價格 但是你要知道 上價的這些 夜菜類 只有百分之二十 可以賣到好價錢喔 中價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喔 其他百分之六十 全部都是賣兩三塊錢 還有我告訴你 因為整個市場 在凌晨三點四十分 開始拍賣 一直拍賣 整個貨車囤積 沒有辦法進場 所有承銷商時間到 他們就回到他們市場了 所以到最後 所有沒有辦法 如期拍賣的這些 夜菜類 全部以多少錢購買 兩塊三塊 買錢要去送給弱勢團體 副主委 上星期 因為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農委會 絕對不會 逃避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 所以我們要確保 今天休市第二天 明天休市第三天 禮拜三 現在損失已經造成了 不會造成上禮拜的 現在損失造成了 至於未來你如何改善 我當然希望你能夠積極改善 讓農民不要有損失 但是 現在造成的損失 因為你休市之後 造成 所有的農產品 所有的野菜類 完全囤積 你要知道 我說為什麼不做事 不知道做事人的艱苦 人可以休息 市場可以休息 但是農產品一天一天在住 你了解嗎 完全了解 副主委 如果你今天再繼續應拗 我現在講的是台北農產公司 所造成的損失 其他農產公司 都是沒有像這樣休息 現在台北農產公司 是因為人為的因素 以前 聽說聲响幾天 响一天 現在响三天 關小姐也响十五、十六 這邊是响十七、十八、十九 完全同意這種問題不應該再 再度發生 那我請問 不應該發生 那現在發生了 發生了 你對農民怎麼交代 所以跟委員報告 問題雖然 不是農委會造成 但發生了 這個問題農委會有責任解決 所以我 已經比昨天 聯合所有的 產地跟消費地的批發市場 所有的通路商 所有的農民團體 要確保這禮拜四開市的時候 台北國批發市場 副主委 您趕快因應 我覺得這是負責任的態度 但是我要講的是 現在因為人為因素 所造成的損失 這個部分誰要來彌補 剛剛賴院長告訴我 雲林縣政府要彌補 院長 雲林縣 是受害的一個縣市 我雲林縣農民受傷害 竟然是我雲林縣政府 不要拿錢出來貼補耕除 這樣對嗎 你知道這個台北農產公司 是誰要負責 台北農產公司 農委會 還有台北市政府 你們三個單位做錯了事情 要雲林縣政府來插屁股 這樣對嗎 公平嗎 院長來說 院長說話 這個張委員 其實這個是屬於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他們當初在決定這個休假的時候 恐怕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目前最重要的是怎麼樣來降輕我們農民的損失 剛剛陳吉仲副主委提到的責任 其實是一個道義責任 就是說政府本來就有責任去照顧農民這樣的立場 來解決現在跟後續的問題 那雲林縣政府我們也要肯定他 李靖勇縣長也考量到他的縣民 那麼耕作然後產生損失 這個我們要肯定他 好 院長 你講這樣的話我就覺得你真的是不太公平 這麼弱勢的縣市 沒有得到中央更多的補助 今天因為你們這三個單位發生錯誤 還有雲林縣政府來承擔 今天耕除的費用啊 一假地七萬五 我絕對認同補助農民 但是這筆錢必須要由這三個單位來負擔 所以農委會必須要補助雲林縣 所有農民的耕除費用 跟委員報告我們昨天 就有跟雲林縣這一邊縣政府聯絡 那非常感謝因為所有的大眾蔬菜最多的就是在雲林縣 尤其是二輪跟那個 賴院長 你們的農委會是不負責任的 因為院長不負責任 所以農委會也是如此 今天我剛剛講得非常清楚 雲林縣的農民是受害的單位 受害的縣市 為什麼雲林縣政府還要出來 出來承擔這個責任呢 公平嗎 委員 農產品運銷賣 不是說中央政府 有什麼動作 一定要跟所有農民團體 農民政府 現在台北農產公司的農民政府是什麼人 農會總幹事 不分藍綠 人都跳出來 要做回疏散 這是連續休三天的問題 主委 主委沒有來 好沒關係副主委 副主委 你這樣的態度我真的是非常的不高興 我覺得你應該是承擔責任 後續你要怎麼處理 我當然覺得你應該要擔起這個責任 但是現在發生農民的損失 農民叫苦連天 這個部分到現在目前你都沒有辦法提出誠意 好 那你們這三個單位完全都不負檢討的責任嗎 這個書是不用檢討嗎 我會報告我昨天記者會有完整說明 這個問題要釐清要檢討 但是現在是先把問題解決 要檢討 先拿出農民損失的補助款 這公斤本來休息之前還有十七塊 休息之後開市存兩塊 農民生產的身份要十二塊 這檢討的差距 什麼來補償 我沒有說高雷菜 我沒有說高雷菜 所有的葉菜類 無論是青江菜 小白菜 銅蒿 或是這些 所有的葉菜類的損失 因為到八點半以後 所有的到三十 三十幾公斤 無材條消息 所以整棋 半半兩塊 那農民呢 沒辦法啊 難道還要再拆回來嗎 都拆回來嗎 現在還是先解決問題 責任的追究 好 院長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就是先彌補農民這段時間 因為休息 而造成了損失 第一個 我希望你補足他的差價 不用到市場的價格 就是成本價 成本十二塊 賣兩塊 你至少一公斤要補助他十塊錢 第二個 因為休息 沒有辦法上市場拍賣 剛除的一甲地七萬五 農委會賠償 這不可能讓雲林縣政府 怎麼有可能說 我們的農民損失 我們的縣政府不爭取權益 還自己拿出來賠錢 這有道理嗎 張委員不能這樣講 我想 這個李縣長啊 也可以說是基於這個 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都願意承擔 他今天講得非常清楚 人為疏失 本來相關單位就要承擔 台北農產公司 以前業績非常好的 農委會 你有權利派人士啊 政治鄰家專業啊 外行領導內行啊 不是專業的人員 他今天出了頭 捅了樓子了 誰要來處理啊 難道你們當時搶位置的時候 說有權利 現在不用盡義務嗎 我給你一個數據 從去年吳英零總經理上任到現在 每個月的台北國在POR市場的平均價格 擴掉前年的含賴以外 遠高於過去五年韓國瑜擔任總經理的平均價格 這百分之百確認 副主委 你還要幫他講話 我不是幫他講 有哪一個 在現場指揮官啊 他就是現場指揮官啊 到目前為止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還不用講任何話 還神隱的嗎 有這回事嗎 這個張委員 如果未來檢討啦 看看是屬於哪一個單位 到底是果菜運銷公司他要負權責 還是台北市政府要負權責 還是要農委會負權責 到時候我們再來討論吧 這三個單位共同負權責 一個單位負責三分之一 因為台北農產公司 就是這幾個單位組成的 院長你清楚嗎 要看那個責任的輕重嘛 另外你如果農產運銷公司 董事會也要負責啊 這樣說起來 你們家有怎麼派不會交易 都當事在裡面是不是 院長 如果你說論農責任檢討的話 那個董事就是屬於台北 這個大家很清楚 你們張家有辦法影響 果菜運銷公司啊 院長 你都沒有談到果菜運銷公司 這樣也沒說不定 院長你今天怎麼會把 本來發生錯誤的事情 再用政治 情況來做呢 我現在是在講 我們要先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就是要立培 好不好 好院長我剛剛講了 第一個補足差額 第二個更除費用 要由這三個單位負責 好不要再耽誤的時間 我進行第二個議題 也就是說 今天哪 好院長 五月份要開始整個農地的 國土的計劃法 國土計劃 對雲林縣來講 可以說是非常的嚴重 以現行的法令 包括未來你國土計劃以後 改成 分成第一類第二類 整個農地限制使用 因為我們為了配格 糧食自己率提高到40% 所以 全國必須要有80萬公頃的農地 這些農地一定要農用 所以 如果以全台灣2300萬人來計算 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承擔相對的 他應該負責糧食自己率 應該有的這些土地面積 大概要在0.034公頃 那雲林縣大概69萬人 我們大概承擔的責任 大概是23460公頃 但是以現在整個雲林整個農地的規劃 我們第一類就要提供 提供了62999公頃 第二類就要提供11921公頃 所以也就是雲林的農地 大概第一類第二類就綁死了 第一類甚至連資材士 連要蓋一個儲藏農具肥料的地方都不能蓋 那一旦限制了以後 更加農地 價格 就有可能崩盤 因為 沒有辦法變形 沒有辦法換身 所有的農地百死的 哪像破死型的一樣 所以未來 本年還有什麼 經濟發展的地方 包括扣除了 所謂三地保育 那我們扣除了以後 剩下多少 剩下不到4萬公頃可以發展 所以雲林縣 在這一次的國土計劃法當中 是嚴重的損失 包括農民的財產 無形當中 因為沒有辦法 價格提高 所以 在整個農地計劃法當中 院長 你知道嗎 新北市 有將近四百萬人 他只要負擔不到一萬公頃 他只要0.6億萬公頃的土地 台北市 完全不用負擔任何一塊農地 所以這樣對於人來講公平嗎 會不會讓 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窮的越窮 院長 所以在整個國土計劃法 5月1號要上路之前 到目前為止 沒有在雲林縣開過一次座談會 也沒有開過一次公聽會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未來 我的農地 到底被規劃什麼樣子 我可以有城鄉發展嗎 還是我綁死了 就一定要從事農業工作 好 這個張委員 因為 目前的國土計劃法裡面 對 農地是框一個總量 當然 比較好的是說 目前我們不會去改變 他現在 不是農地 我們把它化為農地 因為 否則的話 基本上 因為這個國安的考量 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糧食 院長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框一個總量 第二個 各縣是如果目前 在耕作的 我們才會考量 他作為農地 針對我們整個國土計劃 我除了要代替雲林縣的所有鄉親表達意見 因為 整個農地被匡限住 不是現在的特定農業區 還有辦法變更喔 你一旦變成第一類 完全沒有辦法變更 所以 土地的價格馬上崩盤 再來呢 整個農業 完全 被綁死了 所以呢 我只要講一點 也就是說 如何補助 這些被限定農地農用的土地 因為 如果以現在的價差 平均全國的農地 大概 一百也夠五千塊 但是呢 可能 別做農地以後 存不三千塊 所以這個價格差很多 所以 如果要販賬做農地農用 我就希望 沒有 農地規劃的 這些縣市 他必須要繳交 農地費 或是 我們政府 在你所收的所有的財政當中 必須要提高對地補助 我可以 我可以講一個合理的數字 讓院長做參考 如果一年 兩期的水稻 兩期的水稻 如果一期 農民有辦法獲利二十萬 兩期獲利四十萬 如果假設可以依據水稻兩期的獲利盈餘 來補助 雲林縣 被規範分類 為第一類的 農地 這樣提出一個 隔離的對地補助 對農民比較公平 我先提出一個 這樣的一個見解 來希望院長你要重新考量 不是說 在台北 你們所謂的天龍國的人 真的吃米不知道米家 我們要提供糧食安全 但是你們完全不用負任何責任嗎 這個張委員 我跟你說明一個事情 剛剛前一個質詢 就是林渝州委員 你知道 他剛剛反映了新竹線 他繳的稅收 是全國第四 可是他分配到了 是全國倒數回來 今天如果大家每一樣都計較 台北市他也可以主張 他所受的稅金他要自己用 院長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目前 中央的這一套 統籌分配稅法 院長 你會對我來自雲林縣的講這種話 我就覺得你不了解雲林縣 第一個雲林縣 是一個高齡化的縣市 一個貧窮的縣市 但是我背負你國家非常重大的政策 第一個是你的糧食安全 我提供的優良農地面積最大 第二個 我是全國太陽能光電最大產區 我還要負責你的能源政策 第三個 就成如你剛剛講的 雲林縣 有最大的石化工業區 台塑六青 超過三兆的產值 他繳多少稅收 院長你告訴我 這個張委員 你不知道嗎 你說台塑繳多少錢啊 多少稅收 繳多少稅收啊 一家公司繳多少稅 我沒有注意啦 這請你指教 好 院長 他至少營業稅繳超過五百億以上 其他稅還不講喔 我今天要特別要講 講什麼呢 也就是我一個高齡化的縣市 全國排行第二名 比例最高的 從所有的農業收入 號稱全國農漁業產值最高 803億 結果你知道我多少農民嗎 我有23萬的農民 每一個農民平均收入35萬 院長 夠窮了吧 所以我們的蘇錢縣長說 雲林縣的鄉親窮的 比非洲的那名還要窮 張委員 院長 你可以看看主計處 主計處的收入 雲林縣的鄉親 平均每個人 每個月收入2萬9千塊 所有的支出啊 能夠支出的 我能夠去消費的 我的消費力 全國最後一名 一個月才能夠花1萬5千塊 院長 你不覺得雲林人很悲哀嗎 而且 所有的 稅收貢獻給中央 有沒有個合理正義的分配 上繳中央500億 我們拿4億多 這樣公平嗎 這樣公平嗎 這叫合理正義的稅收嗎 你財政收支花分法的 當中35條之一 針對招商有功的縣市 理應給予更多的補助 有嗎 各縣市還要面對 很多的抗爭 那有人 願意去承擔 有人願意出去招商嗎 院長 張委員 張委員 你的意思是說 台塑的 上繳的稅金 都應該歸雲林縣政府 我不是說這樣 至少合理分配 中央七成 地方至少三成啊 現在是 一點多趴耶 院長 你現在不是要改財政收支花分法嗎 因為那個 你講的可能是消 營業稅 院長 我這個問題 我希望 你好好站在雲林縣的立場 這麼一個不到七十萬的人口 又老又窮的縣市 背負著 上繳中央貢獻最多 再來背負你兩大政策 糧食安全的政策 還有 能源政策 再生能源的政策 所以院長 不要忽略雲林縣民 雲林縣民 很勸勸很怕命 但是 受到東央的台股啊 真正是不說白啦 院長 我請你深思 好 剩下兩分鐘 張委員這個 政府長期以來 縱北青南 除了隱隱以外 你隔壁的嘉義 或之前的台南縣 或者是更遠的屏東 其實都遭遇到 同樣的困難 好 那我院長 我希望你能夠改變 我們現在 行政院現在有在推一個 均衡台灣的政策 就是財政收視化文化 有特別把農地面積 把它放進去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會去調整這個 非直轄市 同一個植物也能夠 跟直轄市 同一個植等 等等 院長 我再重申一遍 我希望 中央能夠 像你說的 拉近城鄉差距 把一個貧窮的縣市 我沒有想說 他一定要變有多富有 但是 基本的尊嚴跟人權 應該要有吧 好 院長 再來我要告訴你 你的長照2.0 是一個 真是增加負擔的2.0 你現在說 照服務員 要有三萬二起薪 但是現在 你不是 我們講 你現在是保小不保大 你所謂的長照ABC 你是保輕症的 真正在家裡面 沒有辦法 是屬於重度的 那這些人呢 是屬於家屬要照顧的 也就是 家屬 要穩定家庭的力量 所以他必須要犧牲工作 不能工作 然後在家裡照顧 這些長者前輩 但是 我要說的是說 如果給予這些造術的家屬 有個親屬照護津貼 比照也乃照顧津貼 那這些親屬 起碼基本上的生活所需 買個牙膏牙霜 買個內褲 都有辦法自給自足 這是尊嚴 那 比你去找很多的長照員 因為現在還短缺4萬人的長照員 如果把這樣的工作 讓親屬來做 讓親屬有一個照顧今天 我相信 今天的台灣社會 會更加的穩定 就不會有慘絕人寰 照顧到最後 一致 編長 現在是你 以前是你市計價 現在是分項 分項計價 你不向務計價 你知道嗎 瓜瓜是多少錢啊 瓜瓜瓜是多少錢 有啊 瓜瓜是6塊錢啊 瓜瓜是6塊錢 洗澡325塊 洗澡22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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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覺得很好笑啊 好 謝謝張委員 謝謝賴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陳委員歐柏 質詢尋答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有請賴院長 財政部許部長 交通部賀陳部長 工程會吳主委 好 請賴院長 許部長 賀陳部長 還有陳副主委 陳委員你好 來 公共成 吳主委 來 公共成 吳主委 是吳主委 是農委會還是工程會 工程會 來 吳主委 那個陳委員你好 院長你好 在人民做主的時代 人民 多數的人民是沈默 但他聲音最大 手無支援的人民 他力量是最大的 本席對來自民間的賴院長 多所期待 對未來你的政治前途更具信心 我相信院長一定能夠深刻感受到 台灣依然人民的沉痛的心聲 院長你同意我的說法嗎 感謝陳委員的鼓勵啦 我想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因為人民承擔給我們的工作 責任非常的重 我也希望未來有機會 跟陳委員一起努力 院長剛剛你有提到 中央政府長期以來 縱北青南 可是你忽略到 縱西青東 在京建建設方面 在交通建設方面 比比皆是 造成我們城鄉發展的失衡 也造成貧富賢虛的這個拉鋸 行政區 化分為六都跟十六縣市之後 這種狀況 對東部的宜蘭 花蓮台東 越見貧窮 經濟發展漏後 交通 就學就醫 就業困難 人民是院生載到 我相信 立法院 不管是來自花蓮 或來自台東的委員 每每都有為東部的人民在發生 我想 院長你一定會知道這個事情 院長我請教你 19年來 財化法 這個 嚴重的爭議 未見調整 我上次在 院會的時候 就請教院長 這個財化法再不調整 這個六都時代 造成其他縣市 嚴重的財物的一個困窘 那個社會的前術 那個落差 跟相對的剝離感非常嚴重 我想請問院長 這個會期有沒有機會來 催生我們財化法的一個修正 是 跟陳委員報告 其實 宜蘭 東部 特別是宜蘭 那麼這麼多年來 經過大家的努力 那麼有一些基礎建設 其實改善很多了 當然還要繼續努力 至於你指教了這個財政收支方法 我們會在這個會期送過來 也會把它當作優先法案 因為我們黨團有討論到 這個是列為優先的法案來審理 那院長是不是在這個 財化法的修正過程 能夠針對 我們這個都縣市的一個 財政收支的狀況 做一些合理的調整 然後不要讓貧者越貧 負責越負 特別剛剛院長關心宜蘭的建設 其實宜蘭的很多建設 是卡在我們沒有足夠的財源 能夠編列配合款 所以宜蘭的建設是被中斷的 我想我們的代理縣長 現在也作為工程會的主委 他應該深刻的感受到 就是因為我們的這個財政不足 所以造成配合的建設 就是被中斷掉 那 我跟院長報告 宜蘭現在不只 跟全台灣的人 面臨人口老化 少子化 更嚴重的我們是人口的外移 這個外移的結果 這三項因素 造成宜蘭縣 越來越軟弱 越來越空洞的一個傾向 所以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如果創造宜蘭的新的條件 讓宜蘭縣能夠脫胎換骨 我有前版一個規劃 我想 未來一定要需要 中央大力來配合 今天縣離時間上的關係 我想還是要請院長跟部長 大力來推動宜蘭縣的四大 重大的交通建設 請院長能夠全力支持 那我相信宜蘭就能夠放心 這四項我想第一項就是 院長去年12月到12月8號到宜蘭的時候 曾經特別提到要提升行政效率 提升行政效率 縮短中央地方的一些距離 讓我們人民的解決問題 能夠獲得解決 這個是院長很怪異的一件事情 那以下幾個重大建設 拖了又拖 二三十年的建設一直都沒有進展 那第一項我就提到 國道總共有八條 其中國道的五號是 假日塞車最嚴重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會塞車 因為大量的車草湧入宜蘭縣 回鄉的人回不得 然後回來上班的人又塞了好久 那面對這種問題 我們提出一個 政府提出不是我們宜蘭縣提出 就是要新建北宜直線鐵路 就是提速我們鐵路的一個發展 那鐵路它是屬於低碳的運輸 東部需要一條快速而且環保便捷的鐵路 那這個這部分呢 我多數提到我想 我們跟賀城部長討論很多次了 那這條北宜直鐵也是符合 經濟的效益 對整個東部的發展 是有絕對的關係 尤其呢 宜蘭現在有很多人到台北來上班 他必須要晚上回來 家裡陪伴父母 照顧父母的時候 這條鐵路變成我們 回家照顧父母的一條路 所以北宜直鐵的新建的迫切性 是非常重要 那多次都已經談過了 我想讓院長呢 到這個關鍵呢 能夠在前例的推動 像我們這樣 我們主張的是 新方案1 就是紅線的這個 這個新方案1 將來在我們的 國道5號的東邊 右側 所以大家擔心對 翡翠水庫 會不會跟 國道5號新建的時候 造成翡翠水庫的水質的影響的時候 環評就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現在只有一個環評的因素 那我跟部長呢 跟院長呢 再次說明幾個數據 第一個是 這個數據是高速公路局所提供的 水水啟用之後呢 排放 它的排放量是下降的 當然過去走 走北宜公路 9萬18拐 要兩個半小時才到宜蘭 大量的車流 塞車 大量的這個 時間 浪費在那個北宜公路上面 所以造成那個地方汙染 甚至因為 人為的休憩 或者是 遊樂的活動 集中的活動呢 造成 翡翠水庫的上游 我們的新建系呢 沿路的 包括水庫的一個影響 翡翠水庫通車之後 我們的 碳排放量是下降的 這是95年到106年的資料 第二點 卡好生有氧指數呢 也是遞減 呈現平氧 40以下是平氧 這個都是 台北翡翠水庫的資料 也就是說 國道5號 新建之後 這幾年來 我們回這個水庫水質 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穩定 包括碳林總 變化的 一個量 也是達到平氧的上限 那 還有藻類總數 平氧數 也是 一直下降 所以顯建 國道5號 長期來講 沒有新建國道5號的話 繼續維持 原來走 北宜公路 或者是任由 平氧地區的發展 是造成 我們 回這個水庫 水質的破壞 而國道5號 新建之後 改變了這個情況 污染點減少了 那同樣道理 在它的右邊 假設我們 開一條直線鐵路 開一條直線鐵路 那 就會變成什麼樣 把龐大的小客車車流 用直線鐵路低碳 解熱能的大眾運輸 我相信對 長期來講 對 翡翠水庫的 水質的影響 是有正向的 有相關 當然 大家會質疑說 在做隧道的時候 新建過程會不會影響 我在這裡拿出中央大學 委託的一個研究報告 給院長了解一下 這是國立中央大學 研究團隊 研究 血碎施工 對翡翠水庫破壞的影響 結論很清楚 研究結果 隧道湧水對水庫 浸流量無顯著的影響 第二點 隧道湧水對地表直升 無明顯的影響 當然 在這個新建的過程 難免有一些 地表上的一些汙染或怎麼樣 但整體來講 我認為 直線鐵路的 打通 對未來回緝水庫的影響 包括當地的生態 應該是有正面的 長期來講 是有正面的一個 一個顯著的影響 那好 那個 現在是最後的階段 我想請院長 能不能 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北宜直線鐵路 已經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我們在最後又追加了1200萬 做詳細的一個 再正視的一個 環境因子的調查 請問院長 我們何時能夠動工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十幾年了 恐怕要請賀城部長跟你報告會比較清楚 是我想 陳委員確實是一直關心這個問題 您剛剛所提到的 不管是翡翠水庫的狀況 或是其他新的縣 它可能對於施工當中 能夠得到更好的環境保育這個問題呢 使得我們這個案子應該在環境影響評估裡面 把它當成是比較重要的因子 所以我們在去年就納入全瞻基礎建設裡面 當成是一個評估項目 在去年十月份已經啟動它的規劃作業 我相信這個規劃作業 像陳委員所期待的 希望我們用一年來做這樣的評估呢 今後可以來評估看看 如果要是評估沒有問題的話 今後的建設才會能夠具體的來提出它的 一個一年評估何時能夠決定要不要動工 我們想要評估完以後 可能才比較具體來看看到底它所面臨的問題 那院長你能不能承諾 一年內來決定要不要動工 因為業務部會如果認為 一年內有辦法提出成果 當然我會支持他這樣的說法 院長我跟你強調 這件北域直鐵是行政院核定的計畫 已經核定的計畫 93年就核定的計畫 院長另外跟北域直鐵也有直接相關 就是我們鐵路的高架 鐵路的高架 這個推動的時程非常的緩慢 我從我們宜蘭縣政府是100年9月13號提出 在1001年7月18號的時候 啟動整個可行性評估的移動程序 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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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曉得現在的計畫 何時能夠核定 我們中央都還沒有核定 我知道這個期程如果計畫核定 九年喔 還要在九年才有辦法完成 那這樣算起來 算起來我不曉得幾年 我想 是不是請讓我們工程會 吳主委能夠說明一下 以你的規劃來 你的推計大概多久 副程部長先跟你報告吧 這是他的業務 是我先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確實在地方政府 有段段續續提出來 那我們也有跟他們在做互動 最新一次我的了解 應該是在去年的10月底 那麼我們把這樣的相關意見 提供給縣政府 他們正在做整合 這案子您可能也了解 它長達28公里 而且這個中間因為經過好幾個河口 所以很多在工程還有環境上的考慮 是比較多一點 大家的意見比較多 所以現在還正在溝通當中 我們樂於見到地方政府 提出完整的案子以後 我們會在我們的程序裡面 來做審查 加速來做辦理 這個院長 所以一個大的交通建設 從提出來需求之後到現在 已經經過7年了 然後還不曉得什麼時候能夠核電 核電以後還要9年的一個執行興建 這個真的是太遙遠了 這是跟你的推動的要求的行進效率 我們希望說院長 你能夠大力來推動這個事情 剛剛跟程委員報告 剛剛賀成部長已經有說明 因為總共20幾公里長 而且橫跨幾個重要的河口 河道 所以顯然它包括環評 包括技術 包括其他的工程專業方面 一定會更加複雜 這個我們會讓交通部 好好跟地方政府共同合作 有些是屬於地方政府硬辦事項 有一些是中央硬協助事項 大家共同合作 我想會比較順利 那個院長 我想我在這裡 就希望你 因為整個鐵路的高價化 是符合世界的TOD的一個發展趨勢 在我們吳主委當代理現場的時候 在現議會信誓旦旦 在我的右邊的框框裡面 當時的吳縣長 他提到 北宜直鐵跟宜蘭鐵路高價捷運化 是解決宜蘭交通問題不得不做的事情 他還說 推動直鐵計畫 需同時納入宜蘭鐵路高價的捷運化 藉此來推動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 也就是我們TOD 帶動各車站周邊的發展 建立生活基準便利的生活圈 我想這個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就不再講了 拜託就是說 院長跟部長 這個事情能夠重視 是 陳偉我跟你說一句話你就會清楚 目前台灣西部這個鐵路 包括有一些城市是在地下化 像台南市桃園 或者是之前的台中高價化 現在嘉義市跟彰化也在要求高價化 所以不會說後這些城市虧待宜蘭 我想我講這句話你就很清楚 我知道 對宜蘭重大建設支持的決心 但是一組我剛剛跟你報告了 因為這是屬於專業的事情 是沒有辦法由行政院長跟你說 答覆說什麼時候要動工 必然是經過要專業的程序去進行 對我想中央跟地方 我們 請問我講 最後兩個事情 我們來講到 這個事情很簡單的一說 我們台澳很明顯的 一早市民地區 甚至國王道 還在講 國王主席 不小的經歷 不動工 不動工 所以我們要講 第二任 台奧縣 從大廷跟獨棟建範的建築前 以意要把公共部的規劃 合適的公共公共建築 這個公共公共建築 我們請來的部長 請回答 好 陳委員提出的問題 請交通部盡速將書面資料送給陳委員 好 謝謝賴院長 謝謝陳委員 請回座 下一位請莊委員瑞雄 質詢時間15分鐘 院長 我請我們行政院賴院長 請賴院長 我們交通部賀成部長 賀成部長 請 總委員你好 院長好 院長 我上座 給你看過一張堂 因為剛才賀成部長沒有來 所以我特別要給賀成部長 再給你看一下 部長你沒想到 我本來沒想到問你 我本來是要問我們恆春之光 中央營養楊總裁 但是剛才新的林委祖 三八三八的委員 剛才在擠出來的時候 放個皮就跑了 他說高鐵南沿到屏東 他認為效益有不足的地方 要你特別考慮對不對 有嗎 尊重 但是我請我們賀成部長 你特別看一下 我上次給院長看的時候 是說 日本這個破碎的國家 他從鹿兒島到雜礦一個新幹線 把它串起來 它不是一條喔 部長 你看看喔 你去看山陽新幹線 現在九州新幹線 北路新幹線 上越新幹線 山形新幹線 秋田新幹線 北海道新幹線 到現在還在策劃一個為東京 到新大阪 馳福中央新幹線 馳福喔 又不是只有新幹線而已 我要說這裡還是要說什麼 就是說高鐵 南沿到屏東的可行性的一個初步的報告 一月份出爐嘛 沒錯對不對 提報的交通部來做一個審查 在這個一月份的可行性研究初步報告裡面 內容去提到 工程可行 財務效益跟 財務跟效益稍嫌不足 你們高鐵局人講說 每一年要撩兩億 說這裡三十年大的活本 預估每一天 四五千人 假日巔峰四千到五千五 這樣人數而已 我想請問 博長 你看到這個社區 你會想說 這個人 這怎麼評估出來 還是你們想的 想說幾個人 坐車票來收入 會後兩億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謝謝莊委員 我想我在別的地方也像委員和這個縣長都有報告過 我們沒有單純的從財務上來看待這個案子 實際上委員也清楚 我們高鐵從原來的九個站後來變成十二個站 有加設這些車站的時候 也從來沒有用財務來看待這些站 所以交通部的角度是認為 這個案子我們是做好該做的分析 但是真正要不要做這樣的一個決策呢 是應該整體來看待 不會單純從財務來看待 另外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這個評估還沒有結束啦 因為這個現在只有評估路線的部分 但實際上這個車站連通到哪裡去 他從技術上跟他和附近的環境的結合部分 還繼續在做評估當中 謝謝部長 就是說 醫長如果經常去我們冰凍 我們書院長有我們冰凍出身的 我們很多朋友來搞冰凍都可以說 咳 怎麼沒有高鐵 老高鐵不知道多方便 所以從賴院長 你從在當立委的時候 我在想聽你聽說國土規劃 你說高鐵到我們冰凍 當然可以發展一定有啦 觀光啦 經濟的一個發展啦 甚至國土規劃 其實對生活水平提高 對那個便利性絕對都有 來到屏東跟我講 那冰凍不是跟我們很不喜歡 他說什麼交通平權 那是一個怨氣 我都多期待現在講的是說高鐵 延伸到台東 就都沒有屏東的問題啊 你知道嗎 二十年後誰能夠講說高鐵不會到 台東不會到發連啊 像我沒有人說交通建設 劉早好說他們台東也都建設 小美情媒人在說也發連的交通建設 交通建設 我們不是為台北想說 為台北到發連到台東 那才叫做交通建設呢 台南還是嘉義台中高雄 台南還有一個來到屏東去到台東到發連 也是交通建設啊 一加一喔 你現在去那邊算 算一千塊 也是等於一不會等於三 所以你們現在用具有的分析的模式 你再去給他分析個一千次 但是還是財務效益不足啦 我創一場堂 七十二年 我在台北搭車 還沒比那邊的堂 你看這裡在堆 看這個 那是什麼 這堆 英長你不知道這堆 補長你知道嗎 那個迪斯奈 迪斯奈 這個叫迪斯奈 東京 七十二年開 開沒了 那時候今夜縣終點站的 武兵站他把它蓋在那裡 沒人也蓋下去 你知道嗎 香港迪斯奈蓋在那裡 迪斯奈縣的終點站 上海迪斯奈蓋在那裡 上海軌道交通十一號 都蓋在終點站 都蓋在那裡 蓋在那裡 交通運輸嚴重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提出這個 第一那個日本的那張圖 就是要讓部長你再看一下 日本發展跟我們的隔壁 不是一條新幹線 一直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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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講的財務跟效益的評估不足 我就舉東京迪斯尼 上海迪斯尼 香港迪斯尼 你看 三個樂園共通點 都蓋在出現 運輸量不足的終點的地方 當然 除了土地取得容易以外 你知道嗎 就是要改管你們講的解決 運輸的末端的問題 何況 屏東 你現在看是末端 10年後 15年後 20年後 那不是末端 反而是中濟戰而已 所以 不定 你們想一下 不要留下財務 效益都想到 都人幾個人坐 你去用香港迪斯尼來看 他位在香港的那個大嶼山 在那 紅紅那個 大嶼山以前是 交通不方便 要到那個大嶼山那個地方 要坐渡輪 要坐鑽 當初要蓋的時候 大家都反對 理由是什麼 跟我們交通部現在提出來的理由一模一樣 效益啦 效益不足啦 財務 人家說效益不夠 財務啊 負擔最大 成本太高 效益太低 運輸量不夠 結果 香港政府做了兩件事 他就去把那個機場 吃辣腳那個地方 把它牽過去了 讓我們現在坐飛機機就是在那裡 另外又蓋了一條 機場的一個快線 那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蓋這個 香港迪斯尼來 蓋在這個地方 結果呢 所有的效益全部都跑出來啦 所以我要提出來就是說 其實啊 我們不要動不動就去談 單純的從效益 因為國民黨時代到現在會動 我今天走一個就是 三百三百日 你剛才跟我說 好 叫你去效益去評估 我嚇一跳 我說我趕快改題目來問你這個 他講的 這個拜託 莊委員他講的不是高鐵難言 他講的是說 舞陽高架 要不要延到銅鑼 我這樣給他五歲啊 我是會跟他說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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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聽你的質詢 我現在應該可以了解 你爭取的不是高鐵難言 這樣我講 你怎麼做沒有三百 他很真正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要全盤的去做一個考量 我來講一段 祝有藝術的話 我覺得聽怎麼會感動 領導者啊 會把人民帶往他們想去的地方 但是呢 卓越的領導者 會把人民帶往上帝的應許之地 這留著我給我教的 是為什麼要說這個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發現了問題啊 我們不能一直拿原本的數據 就你們在高鐵區一直跟我們分析 分析分析 那浮現出來的問題 沒辦法解決 我們就要看到分析出來之後 這個報告浮現的問題 我們如何去解決去克服 這個才是卓越的政府啊 10年後 20年後 20年後 不是高鐵難言屏東 是難言台東 要延到花蓮 這樣有贊同嗎 是 今天莊委員的諮詢是 很有前瞻性啦 我也聽出你的意思 不只 正宿的不僅是高鐵難言 可能要再加一個迪士尼這樣就對了 這樣更更好 就解決所有的問題 是啦 我想你正宿的 先說高鐵難言到屏東 我相信大概一段時間後 沒有啦 我實在有 我們屏東人很大氣的啦 不是我們在那裡 要說不然不然由我們來啦 是說要由台東來 要由花蓮來 揣整個國土規劃 整個觀光的價值 讓它去提升 也讓我們全國各地的好朋友 要到屏東很利便的嘛 那不是這樣 我們共同來爭取 那個六塊錯來做迪士尼啦 你這樣就是要跟我們拼了就對了 好 謝謝 我請我們經濟部部長 好 謝謝 因為時間 給你問都15分鐘而已 很不容易 所以我希望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消流球 我那個消流球的所在 你看看我 那四邊都離島嘛 我自己的屏東的選區 由新郎當港 你起到消流球 你為加當 南臂 榜寮 茶匙 行春 去到萬州 那都害了 三個害了 我們要害了的事 你知道嗎 如果當年風太就知道嘛 但是消流球是很慘 你要去欠水了 新郎本地要去欠水 但是從來的公司 我有去拜託 方案也解決了 但是這個小流球 由我們所在人坐 那人坐 尤其蘇寨就欠水啦 聖王特殊的節慶也欠水啦 過年的時候也欠水啦 這實在是齁 到前 找不到一個解決的方式 現在下面兩條線 要再多一條時間 又不夠 當年就在愛 我請教部長 部長 我是不是來 要怎麼把我們解決 委員在關心的 剛才你剛才在說的 就是說 風太 還是這個觀光的旺季的時候 這個水不夠嘛 是啊 現在現在我們台水公司 有哪有在原意 現在暗算要一個 一萬棟的配水廚 暗算要等一百公佩年來完成 我告訴你 小流球現在兩個蓄水的地方 一個五千棟 一個三千棟 一天要用三千一百幾 所以你八千棟裡面 總共可以用兩天我 你把它除一除 五千加三千除以二 剛才二點六六六六 除不進啦 但問題就是說 你要怎麼解決 你總是要有一個解決 你現在那裡有土地 為什麼要請你上來 你們沒辦法解決 院長 他們現在去找了一塊土地 叫做軍備局 要跟你說 到今年二零一八十二月 可以申購完畢 意思是賣就對了 我發賣得比較快 他說那個行政院決定 我說天啊 我說有很多事情 大家全部要賣了 還怕這個行政程序 我說你這個沒辦法解決 我要拜託你 要叫你趁賴院長來解決 他說大家你賣了 我說台水公司說 我兩千萬剩好了 我給你賣沒關係 他說照頂數來要到年底 不行 現在三月 還來熱人 你就知道收入人最多 讓他到十二月 人家賣到土地 還在四天 年還過了 還在幫人家 政委員 如果國保會大家都說好 只查這個行政庭署 這沒關係 我們可以沒關係 沒有問題 最萬難醫院 這些齁 一些問題都不讓你知道 還不可以 我認為像這種民生問題 離島在 在調度那個水 最困難 就是說我們這鄉 這麼沒有水來調一下 還是水車 來車來就有 那少年有空缺水要怎麼車 還不能抽到水了 所以這個部長 院長就這樣承諾了 你比較積極一下好不好 我會這樣 第一例就是 先來做 先跟金佩寺說協調好 要賣 先做 時間掛 先來輸做 時間掛一個好嗎 我相信我們跟國防部來配合 要換人請他來協調 好 好 給你送謝謝 感謝你 我們請內政部長 總委好 院長好 我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你們處理的違德不足 你看那個 這個很漂亮 你看看我就想到梅花路了 我們在這裡給他們富裕幾個請吃 我從2015年開始給你們政策 政策到2016年 你們說好 只要我們的農作物 如果是我們的梅花路給人家事的 萬秋和行春 五龍國啦 紅龍國啦 黑豆啦 都讓這些可愛的梅花路在那裡室內 你們現在定一個辦法 只要在國家公園內家到的 生害的 吞到的 打的 不會 那我要請問 我們家假設 剛好在國家公園外 去給你這個梅花路 我要參與 為甚麼就不賠 我就搞不清楚 政府 政府動之任何的賠償監勒 它總是要有一定的明目 你們家在國家公園內裡 我們家的餐在你們家的隔壁 吃你們家的要賠 吃我們家的不用賠 那不是流浪狗 那是政府企業 部長 我的重點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政府富裕的 這幾千隻是我們 它不是流浪狗 我們不能說政府企業 這是確實是 它是我們台灣 保育 富裕很成功的一個案 這個在 那個葉部長 這個在恆春半島 民怨非常深 你不能在國家公園 裡面你就賠 沒有 bij 在國家公園經常改動 我跟你講 如果他們的隔壁 都加到 你在家要 обрат就彈 這個沒有道理 這個又不多 你又要免許他 在國家很大 重點他可以勒 你 沒有了 沒有了 有來乘請 我們下一位請 郭拉斯留大卡 質詢審檔時間15分鐘 主席有請院長 請賴院長 郭拉斯委員你好 市長好 我們的內政部規劃一年之內 2019年我們要全面換發晶片身份證 那麼過去這幾天大家就在討論說 未來這個身份證上面要不要放配偶啊 性別啊 父母啊 那您認為這些欄位該不該拿掉 我們讓葉部長來跟您報告好嗎 確實如果是晶片身份證 它所表現出來的欄位 也許跟我們現在紙本的 也許就要有不一樣 那但是裡面要有什麼樣的內容 除了考慮資訊的容壽度以外 另外也要考慮跟民眾溝通 所以現在還在正進行溝通的過程 所以院長就是也持內政部的評估 因為這恐怕要看社會的意見 就是要登載什麼樣的資訊 要看社會的意見 好 那麼 譬如說配偶欄就是非常敏感 那有些人很主張一定要有 有些人認為不需要有 表現是不同的價值 我們在溝通之中 身份證上面要放什麼 要看社會的意見 這個非常的重要 有一點本習非常堅持在身份證上 未來的身份證上不能被拿掉的 就是用原住民族的文字 寫的原住民族的名字 在未來2019晶片卡要發行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看見這樣的文字寫的名字 可以被接受 我做的模擬的卡片就是現在院長看到的 未來的這一個晶片卡 它使用的文字 你上面看到的 這個就叫原住民族文字 去年六月立法院三讀通過 而且總統公布施行 總統非常重要的一個政見 就是尊重原住民族的文化權跟語言權 院長您看剛才的這一張身份證 您可以接受嗎 這個目前 內政部研議的是說 除了原住民的文字以外 也可以並列中文 這樣在溝通上或是其他的用途上 會比較方便 目前的規劃是這樣 院長您的答案我並不意外 在收後您回答之前 我想也請部長跟院長一起聽 我來回顧一段非常簡短的歷史 首先我想要請院長來看一個戶籍成本 這是非常古老的一張戶口名簿 在這個戶口名簿上 你會看到一對夫妻 這對夫妻是阿美族的人 我們先看右邊的這個人 右邊的這個人 你如果仔細看他的漢名的下方 有非常淺 已經快要消失的字跡寫的 用日文的片甲名 拼出他阿美族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 所以阿美族的名字 片甲名拼出來是 但是他已經不見了 後來日本政府用 給他取了一個日本名 叫山下粗 山下粗用了幾年之後呢 國民政府又來了 就把山下粗三個字給他畫掉 他就給他取一個名字 叫陳敬才 這個人出生的時候 然後部落的人 阿美族的人 知道他叫佐瓦斯 死掉的那一天 他叫陳敬才 他的朋友不認識他 左邊的這一位 他的太太 一模一樣 面臨的是相同的問題 這一份戶口名簿 是很多原住民族的家庭 會看到的 2016年 我們自己內政部 發行了一個全國姓名統計分析 在這個報告裡面說 全台灣55個原住民 其中20%不是姓陳就是姓林 每五個原住民裡面 就有一個不是姓陳就是姓林 你看這一個戶口名簿 好巧不巧 我早的時候其實沒有注意到 好巧不巧 其實他們都是姓陳 其實一對夫妻來自不同的家庭 怎麼有可能按照所謂漢人的邏輯 都是姓陳呢 而更有趣的是 他們的兒女不姓陳 我們的名字都被亂取 這個名字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在過去這幾十年以來 中間發生很多的悲劇 這個悲劇例如說 同一家人不同姓 或是不同家人同姓 有的是男女相戀之後 發現原來是血清 他們就被迫分開 院長我現在講的不是連續句 這是真真實實 包括我自己的親人的經驗裡面 就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這樣的狀況 一直到2003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立法院修正的姓名條例 所以稍微放鬆一點點 稍微放鬆一點點 就是2003年一直到今天為止 如果有任何的原住民 想要回復原住民的傳統名 他的身份證上面可以寫這三種方式 例如他的漢名如果叫林粉梅 他改名之後 他原本的名字叫Salmah Elif 那他可以在林粉梅下面 並列這個原住民的名字 但是內政部不斷地提醒我們 下面這個只是符號 而這種註記的方式只是註記 它只是符號 這種符號跟圈圈叉叉 跟驚嘆號跟問號一樣 這只是符號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如果他的名字叫Salmah Elif 可是他只能用非常有限的漢字來標註 導致這個Salmah Elif 可能不是 基本上大部分的時候都不是最正確的讀音 而且有可能是非常古怪的漢字 因為我們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字 或者第三種 我們並列兩種 憲民條例說 哎呀你們不要吵啦 我把這兩種都給他放在一起 你們就不會有意見了 但是我要告訴院長 偏偏在2006年 內政部發了一個函事 這個凡事清清楚楚地說 各位機關啊 如果你們遇到有原住民 在這兩種文字裡面 要選擇的時候 拜託你們 你們只可同意原住民單獨使用 以中文表示的傳統名 傳統姓名的羅馬拼音不宜單獨使用 2003年 姓名條例開了一個門 但2006年 內政部發了一個函事 說拜託只有漢人看得懂的漢字 才是好棒棒 原住民的文字 放在一邊 放在一邊 一死一死就好 這樣的結果導致什麼 我給院長再看幾個名字 你們看 有一個阿美族的名字 叫做南莫哈 為什麼我們一直說 有些發音發不出來 因為這個H 在阿美族的語言裡面發 氣音 有一個牧師 他的身份證 他就取了名字 叫南莫哈 南莫哈 大家會覺得很有趣 好笑 但這個是我們不得不的選擇 他的朋友也會覺得有趣 阿美族有一個名字叫布達 結果有一個小朋友在桃園 我現在講的都是真人真事 他只好選葡萄 他的同學可能都會叫他 我剛剛舉的例子 掃馬 我真的在字典裡面去找 掃馬 找來找去大概就是這兩個字 或者全台灣叫古辣死的人 我們阿美族都知道 名字就是KOLAS 但是我自己就曾經遇到過 有不懷好意的人 刻意地把我的名字寫成 古辣死 死掉的死 這是為什麼本席不斷地堅持 用漢字沒有辦法真正地表達 原住民族的名字的原因 即便是並列都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在2016年 本席上任之後 整整13年之後 我提案修正的姓名條例第二條 你們看到原本的條文 強硬的規定 我們只能選擇 通用字典或國語詞典裡面有的字 才可以來登錄 而且我們的政府只認這些 國語詞典裡面的字 而我的修正條文是 我們希望台灣的原住民的傳統名字 可以使用中文或原住民族文字 所以當然我認為身份證 要可以使用羅馬字 看起來就是這一張身份證 本席認為這是台灣做一個國家 對原住民很基本的尊重 是對一個人最基本的尊重 結果沒有想到 內政部尤其是副政司堅決反對 反對理由是什麼說不出來 我們非常多次的辯論 包括竹條的協商 我一直問我們的機關就說 哎呀委員會有很大的衝擊 我一直問是什麼衝擊 就是說會有很大的衝擊 古拉斯委員我在精神上支持你 這真的會有很大的衝擊 為什麼 古拉斯委員 因為如果要讓你這樣做的話 我要改我的電腦系統 要花好多錢 古拉斯委員 如果讓你這樣改的話 我第一線的公務員 可能會寫錯我的名字 我害怕他們寫錯你的名字 我害怕犯錯很麻煩 所以我不要支持你 我提案修法之後一年多 內政部終於在去年的9月 異性藍生發了一個文 給你們所有的機關說 如果台灣所有全國的國人 都要在身份證上 用羅馬字來寫自己的名字的話 你們覺得有沒有影響 我說一次我的提案 是針對原住民 原住裡面想要改名字的原住民 他要用原住民族文字登錄姓名 可是你們發的文 說如果全國的國民 都要用羅馬字登錄姓名 你們覺得有沒有影響 在你們問的如此的偏頗 如此的簡化的情況之下 沒想到你們的機關是這樣回答 有一半以上的機關說沒有影響 另外有一半以上的機關 因為你只給人家三天時間就要回覆 他們說有影響 我仔細看了一下有影響的原因 他們說要花錢改系統 我們可能要花一些人力 來修正我們的軟體 我深深的覺得 我被電腦系統打敗 我覺得這一整個的過程 院長應該要了解 去年的12月 內政委員會終於排審 這些部會都在 有意見沒意見的部會都在 我們逐條審查 憲民條例第二條 有問題的 有疑問的部會 我們在現場的辯論之後 大家已經大部分沒有意見 幾乎沒有意見了 眼看著就要送出委員會 連在野黨的委員都沒有意見 最怕民進黨去中國化的這個在野黨 都沒有意見 眼看著就要送出委員會 一直踩煞車的是我們自己的內政部 這是令我非常非常意外的 我們執政黨的招委忍住性子 說好 折起再審 讓你們沉澱一下 可是我非常非常的意外 今天沒有辦法讓我們繼續往前的 是我們自己的部會 委員 你是不是 也要讓我有一點時間來說明好嗎 簡短說明 委員 首先 我們如果看正面的話 過去為了尊重原住民的 回復自己的名字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現在不只是可以並列 而且透過原住民語言法 我們都要把它改成 不是什麼符號 不是羅馬拼音 而是原住民的文字 這個都是我們的方向 委員剛才的說法 好像內政部一直在擋這件事情 但是我要很負責任的講 對委員關心的這件事情 至少從我內政部長的角度 我也是非常關心的 而且努力的 要盡量能夠促成 但是 身份證或者是戶籍資料 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內政部在用 我們勾激到報稅系統 我們勾激到金融 我們勾激到出入境 我們勾激到很多 作為一個國民 他在社會上所用我們的 所謂的統一性 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內政部的事情 許多法院上的程序的處理 對人別的認定非常非常重要 日常生活上我去領錢 我擁有什麼樣的財產 到底這個財產應該歸給誰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以至於姓名條例 不斷地在更改的過程當中 確實是有重視到原住民 剛才講的那個 原住民的文字 以及漢字的那種 有很多很荒謬的現象 這些都應該避免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想委員 你剛才提的很多的內容 大方向我都在支持 但是我們不要 好像把內政部說成 好像對這件事情是無感 甚至於是 沒有在努力的 內政部有感 但是我認為內政部 可以表現得更積極 因為時間有限 我抱歉不長 因為其實我們在委員會 有討論過很多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老的戶口名部 院長其實這對夫妻 是我的真主父母 像我們這樣有家庭創傷的 原住民的家庭非常的多 我們這些後代到了1990年 我們走上街頭 院長當年也非常的支持 我們就是拒絕他稱 我們不要人家 叫我是 是藩人三地 是藩人三地 謝謝 謝謝賴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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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方針 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繼續處理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朝野黨團 協商結論時間 中華民國107年3月6日 決定事項 國民黨黨團同意經濟委員會 一席徐志榮 與親民黨黨團 社福及衛環委員會 周成秀夏委員 互換委員會 主持人蘇嘉全 蔡其昌 協商代表林德福 柯建民 李鴻鈞 李彥秀 曾明忠 徐敏 宣讀完畢 請問 院會對以上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有意 無意 通過 107年3月6日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今決定如下 依國民黨黨團同意 經濟委員會議席 徐志榮與親民黨黨團 社福及衛環委員會 周成秀夏委員 互換委員會 抱怨會 本次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現在上會 請問 8 2 3 1 2 3 4